梁执是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反问他道 一亩中品灵职 罗师弟就舍得让出去 自然不舍 罗芳摇摇头 伸手给他倒了杯茶 放下茶壶后 轻声道 可不舍又能如何 不说会得罪兰师弟 就是李管事 轻易也不好交恶 莫要忘记 光有上品灵田可不行 还要有人能种才可以 说吧 他叹息一声 端起茶杯 抿茶不语 梁执是 眉头不由皱起 确实如罗芳所言 他们几位执事联合 不惧蓝采神 可除了他外 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李长生 要是李长生不愿意 他们还能强行让他行事 想到梅长老来信所述 他暗自摇了摇头 区区一个灵执师 梁执是无语 他感觉李长生 就是杂风养育的 一只长满尖刺的小兽 伤不得 碰不得 无从下手 他看向罗芳 仍有些不甘心道 就这么算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他一直跟随米长老 一度做到管家职位 后来兰 清 米三为长老开辟杂风 又成为了杂物堂堂主 负责处理一些琐碎事物 如此经历 也造成他现在处世待物的新型 手中掌控的资源越多越好 对于规则内的资源 能收敛就收敛 绝不会做散财之举 对于眼前这位四老农 而非修仙之人的良执士 罗芳元以为杂风传闻的风评 只可信十之一二 现在看来 恐怕有十之七八是不假的 但谁让他天赋良好 修为至宁脉后期 又是迷长老心腹中的心腹呢 罗芳压下心中笔疑 放下茶盏 清笑道 梁师兄莫及 临天一年使用时间 让与他们也无妨 我们所求的是 上品临职 这 梁执士刚想说话 罗芳白手打断道 更何况 谁说白白给他们使用 嗯 梁执士眼神微亮 问道 罗师弟意思是 罗芳淡淡道 我已传信于生徒 让他去与兰采神谈 相信他为了晋升小神通 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其实从最一开始 他与生徒几人 便没打算动那半亩寒言花 要是其他事情还好说 得罪兰采神也就得罪了 可寒言花 关乎他修为神通 他们可不会如梁执士 这般不长眼 同样也是因为 他们与三位长老的关系 没有梁执士 与弥长老之间的关系亲近 梁执士略微思虑 点头道 那就这样吧 兰长老虽信如天渊 但兰采神毕竟是他子四 你也知他是兰长老子四 罗芳心中无语 点点头没有说话 对了 罗师帝寻查灵地周遭 可有收获 梁执士四世想到什么 问道 罗芳眼神微变 摇头道 不曾 立魔宗之人自情中那名修士后 便在无人前来临得窥探 梁执士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道 虽说长老让我们不用顾忌他们 但罗师帝就没有派手下去 那片湖泊探查 立魔宗行迹可疑 必有所图 罗芳看了他眼 淡淡道 这就不劳梁师兄费心了 他自然知晓这些 也派人去那片湖泊探查 但这是他巡逻位的事 轮不到灵田殿 更轮不到 他梁经两过问 梁执士盯着他看了几夕 突然展颜笑道 是老夫剑月了 说着他站起身 灵田殿事物繁忙 就不多留了 我送梁师兄 听他说出剑月一词 罗芳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送他走到院门前 想了想 说道 梁师兄想一想要种植 何种上品灵植 按照份额 半年后把灵重交与 离管事便可 提醒完 他对着梁执士微微点头 转身回了庭院 选择种植和种上品灵植 梁执士面色微冷 稍一琢磨便明白了什么意思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低声道 这么算的话 倒也不算太亏 话落 提表迅速覆盖一层土黄流光 斜裹着他冲天而起 院内梁亭 罗芳注视着顿光远去 收回目光 略作沉吟 轻声道 叫后风几人过来 是 势力在梁亭外不远的巡逻未修室 恭敬应下 快步离开小院 一日 万蛇湖倒雨 李长生瞥了眼来人 没有与他客套 直言问道 尽管事 肥料价格几何 警规看着空档的茶桌 心中对于眼前这个青年更加厌恶 强撑起笑脸道 只要李管事负责提供培育凝神花的肥料 一年 给予你十万灵石可好 李长生皱了皱眉 摇头道 太少 岛屿二十一亩二阶灵田中 有七亩种植的是 凝神花 其成熟后 接近千万灵石 而他这培育肥料 可以加速其一月多成熟时间 换算下来 怎么也值五十万灵石往上 至于灵田本身 他选择性忘记了 总之 十万太少 十万灵石还少 紧归面露惊恶 就这他还觉得给多了呢 没看人家严少元 虽然没有贡献出培育方法 但一直费心费力地调制肥料种植 也没有什么好处 不等他羌化 李长生轻声道 三十万灵石 再把碧玉竹送来 答应就如此 不答应就输在下没有时间了 你我 紧归脸色忽青忽白 冷哼一声 静止站起身 也没有说话 甩袖走出木屋 看着他驾驭顿光离去 李长生也没有在意 正如他所说 区区十万灵石 根本不值得他费心费力 挥手换出大聪明 吩咐他去厨房做饭 李长生则取出记载 九手眼灵魔区的预解 抵在眉心观看起来 与法术不同 这迥异于修炼灵力的修行法门 让他兴趣盎然 而且随着他细细揣摩 发现炼体之法 果然不是穷苦修士修行路途 别的不说 单单一进体修所需要的资源 比起炼气而言 多了何止数倍 且作为炼体根基的妖兽精血不同 展现出的威力也天差地别 同时他也知道 为何曾经弹虎弹吉利魔宗修士 一脸晦气厌恶的表情 任谁经历生死 好不容易打杀了一个强敌 收拢战利品时却发现 其储物带空空如也 那心情能好吗 不过要是能在不损毁 其身躯的前提下 打杀一位炼体修士 就算其储物带什么都没有 光卖其身躯就足够发笔横财 可要真那么容易 唐虎当时也不会露出贤物的表情了 众所周知 体修最是难缠不过 生命力旺盛 体魄强横四腰 还有动不动就燃烧精血薄命的本事 要是不以碾压的姿态直接震杀 拼杀至最后 也不过是得到一具无用空壳而已 这也是李长生 为何要兼修炼体功法的原因 归根结底 还是垂涎体修保命的本事强横 时至下午 锦规再次来到小院 答应了李长生的要求 留下三十万灵石与碧玉竹后 没有多废话 扭身离开 李长生也不在意 收起灵石 吩咐大聪明 把三珠碧玉竹中在门口 便扭身回返三楼 炼化灵物 淬炼灵脉 而后他修行之余 一边细心揣摩九首眼灵魔躯 一边酝养宁神花灵重 一边更开灵田 时间缓缓流逝 眨眼便过去半月 灵田边 李长生看到 与云汇聚异亩方圆 手中发觉变化 轻贺道 落 话音落下 暗沉雨云震动 稀里里的无根灵水 从天而降 落入了灵田中 随着灵水浸润灵田 点点碧绿自灵土钻出 不过一会功夫 一亩灵田浮现一片宁神花幼苗 李长生笑笑 控制暗沉雨云 向着另外两块灵田挪移 距离灵田不远 一个身形枯瘦 面无血色的青年直起腰 看着远处庞然雨云 脸上流露出一抹惧之色 一旁的徐丽瞥了他一眼 没有惯着他 呵斥道 看什么看 还不快干活 随即又喝道 如果你胆胆再起歪心思 就算你解拦着 我也要收拾你 吕清凉嘴角瞥了瞥 嚷嚷道 知道了知道了 经由徐丽一说 他脸上的惧怕之色 反而消失不见 看着远处 那道青年身影 目光闪烁 徐丽见他神色 皱了皱眉 就在他欲要呵斥时 身后传来一声呼喊 徐哥 清凉回家吃饭了 徐丽转过身 看到站在林田边 已经显怀的吕清凝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瞪了眼身旁的吕清凉 快步走到田边 伸手掺着他胳膊 语气责怪道 不是让你不要下厨吗 吕清凝看了眼远处暗沉云朵 白了他一眼 无奈道 你把我当烦人了 都说了没事 徐丽反驳道 我这不是担心吗 好了好了 姐 我都饿了 吕清凉嚷嚷几句 也不等两人 迈不向小院方向走去 你徐丽皱眉 吕清凝连忙抱起他的胳膊 他还小 你跟他生什么气 回去了 他还小 徐丽翻了个白眼 也揽着废话 夫妻俩相互掺着 向家中走去 山顶边际 好月贵 严少元对视一眼 巨士摇了摇头 旋即向着各自家中走去 李长生余光看了眼 收回目光 念头微动 驱散空中暗沉云朵 看着一片碧绿的灵田 满一点头 旋即扭身回返小院 看着院门口 排排趴着的小花一家 李长生脚步微顿 目光凝视小花 目标 小花奴兽 种族 獠牙诸公 一阶上品 99% 天赋法术 钢甲 状态 健康 过去那么长时间 小花 大花修为 均是来到了一阶顶点 可他手中的血肉大药 都用于红翼血竹进阶 本来按照他的想法 小黑挤腰狩猎妖兽 得到腰骨后 再让他们凭此进阶妖精 可他还是把妖骨想得太简单 过去那么长时间 挤腰猎杀了 也有上百只妖兽 可却没有得到 哪怕一枚妖骨 是小黑他们 运气太差了吗 李长生思索了一番 摇摇头 迈步走进木屋 换出大聪明 去厨房做饭 李长生坐在椅子上喝着茶 脑海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潭湖已经离开数月时间 要不是他半月就会来一封信件 他还以为其出事了 通过他寄来的信件所言 玉兽师传承已经得到 但因为宗门派遣 短时间内不能来环山临地 而玉兽师传承他 又不放心交与他人 只能言说 让他再多等些时日 李长生倒是不着急 毕竟就算得到了玉兽师传承 短时间内 估计也修行不得 吃过午饭后 迈步上了三楼 直至夜幕深沉 无月无光 李长生下了三楼 站在门外 看向夜幕深处 数个呼吸后 一道四蟒四胶的胶蛇 破开黑暗 树膝之间 便出现在小院内 哼哼 小花一家见到他 顿时站了起来 依靠在院门边 嘴里发出一阵不安的哼唧声 胶蛇似乎很喜欢戏弄小花一家 身躯围绕在他们头顶弯延盘旋 不时低头俯视而下 张开遍布獠牙的大嘴 发出呵呵呵的声响 李长生心神阻止小小花 使用天赋法术 看着半空中游动的小青 没好气道 别逗弄小花他们 过来 闻言 小青尾巴甩动 瞬息便出现在李长生面前 硕大的脑袋 蹭了蹭他手臂 喉 你呀 李长生摸着他沁凉的领甲 摇了摇头 笑道 给我一滴你的本命精血 喉 小青眨了眨眼睛看着他 冷力猙獰的面孔 突然变得有些憨傻 啪 李长生见他模样 顿时没好气地 给了他脑袋一巴掌 别给我装傻 他念头微动 袖口仿佛漏斗 哗啦啦掉落下 一枚枚精英玉石 足足堆砌了小半米糕 才停止下来 猫见到零食 小青脸上 憨傻顿时消失 但惊瞳孔直勾勾地看着零食 嘴角流出丝丝咸水 李长生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指着零食说道 主人也不白要你的本命精血 就用这堆零食 和你换怎么样 小青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地上的零食 由于树息后 嘴巴微微张开 一滴婴儿拳头大小 淡金色的精血 自他口中飞出 随着精血飞出 小青浑身气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萎靡 嗡 精血一出现 藏于木屋顶上的阿大阿二 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 慌乱振翅飞起 在屋顶盘旋不停 不敢落下 李长生感受到重置动静 在看精血周围 逐渐汇聚的屡屡云雾 眼中一彩连连 心中暗叹 不愧为娇蛇之数 上次收拢寒颜花妖利的浮屏 收拢好精血 又以风铃浮风尽 确保其灵运不散 嘎吱这时 一旁传来清脆响声 李长生扭头看去 哭笑不得的同时 也不免有些心疼 只见 小青身躯成舌盘 把小半米高的灵石围在中央 硕大头颅张口咬下 便有上百枚灵石落入口中 而那嘎吱脆响 便是他咀嚼灵石发出的响动 此时 他原本毕清如玉的灵甲 暗淡无光 瞳孔神色也不似 刚进入院中时 灵光涌翼 可见吐出一团精血 对其伤害有多大 李长生在储物袋中翻了翻 可其中除了血 魂双属灵物 就是精进灵力 酝氧神魂的丹药 作用于气血的丹药 一颗也没有 他取出一瓶万民血 看着吞食灵石的小青 犹豫了下又收了起来 算了 还是让小黑他们猎杀几只 妖兽给他进补一下吧 血 魂双属灵物 虽可滋补气血 但毕竟与小青属性不符 吃了无碍还好 要是出事 他真要后悔死 改日让马师兄帮忙购买些气血丹药 后续修行九手眼灵魔区也需要 李长生皱眉沉思了下 旋即看向小青 目光凝视 目标 小青 种族 娇蛇 妖精初期 10% 天赋法术 控水 聚匀 状态 微米 自小青进阶妖精 之前的天赋法术水剑 蜕变为控水 不仅保留了原本可吞食毒液 属性灵水 使其具备种种属性的效果 还不再局限于水剑 以小青如今境界 全力施展控水 可操控周身三米水域 且随着她意念 可任意变化为各种样子 如果是在凡人河道 借此甚至能掀起一波小规模水患 不仅如此 她还再度觉醒了 天赋法术俱匀 其虽无功法之力 但能顿空而行 还可收敛气息 掩溺身形 不过 如果只是这些 李长生也不会把她看得如此之重 让她看中的是 小青体内蕴含着一股特殊力量 李长生心中 意测其微血脉之力 因为契约联系 她能感受到 那股远高于自身境界的力量 但是理解不了 认知中也未曾见过 因此 面板上显化不出她的不同之处 她也曾旁敲侧击问过 马荣妖兽之间 有什么不同 或者有何血脉 马荣只说有 但具体到底有什么区别 她也说不清楚 御寿师传承中 应该有关于妖兽的信息 就是不知道 谭师兄什么时候能来灵地 李长生心中思索 一旁的小青沉迷于干饭 眼看着一堆零食 便全部进入了 她口中 虽然气息还是微米 但精神明显好很多 李长生安抚了下小青 便吩咐她 回返了深潭 随着小青离去 小花一家再次趴卧在院门前 木屋顶上的阿大阿二 也缓缓落了下来 李长生静静站了一会 转身回转了木屋 三楼 李长生盘坐在软榻上 闭目回响九手眼灵魔区 一进修炼信息 片刻后 又取出功法预检 对照一番后 收起了预检 九手眼灵魔区 一进修炼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简单的是 只需纳妖兽精血为根基 逐步适应后 通过炼化妖兽精血 壮大气血的灵丹 灵雾 使精血根基壮大 辐射肉身 不断蜕变 直至肉身气血满盈 便可着手纳入第二道妖兽精血 带气血破体显化 就是进阶至体修第二境 而困难的是 如何纳入妖兽精血 九手眼灵魔区中 记载了两种方式 或者说是修士与凡人之间的区别 其一 只打熬过体魄 未曾修行灵力的凡人 需以灵石粉末 柔和灵物灵水 沿着身躯脉络 刻印炼化妖兽精血的根基法图 其二 修炼出灵力的修士 以灵力打通根基法图脉络 再纳入妖兽精血 两者之间的根基法图 也略有区别 前者根基法图粗犷简单 打通方式要剥开肉身法脉 抑制不坚者 在刻印中途便会死亡 而一旦纳入妖兽精血失败 同样死路一条 不过其危机大 好处也大 因为对法脉近乎摧残的手段 待其纳入妖兽精血自愈后 法脉如同妖兽脉络一般 宽阔坚韧 以气凝炼出的气血浑厚炙烈 威力强横至极 而后者根基法图覆盖周身的范围更广 更加繁琐细腻 打通耗时日久 几乎没有危险 就算纳入妖兽精血失败 因为根基法图的原因 最多只会气血大伤 其好处是 以气凝炼出的气血更为乖顺 掌控更加得心应手 但坏处也有 其威力比起前者辉弱很多 李长生明晰后 连考虑都没考虑 直接选择后者 他只是兼修炼体 犯不着为了气血威力更强 冒生死危机 李长生念头闪过 心神迅速沉浸于 九手眼灵魔区的根基法图 恍惚一瞬 一张遍布全身上下 繁琐至极的脉络图映入眼帘 而在脉络图上 又有大小九团光点 或者说 其他一切脉络 都是由这九处光点延伸而出 其中心脏有三 单一 皮一 肺一 肾一 胃一 胃一 胆一 他们各自独立 却又彼此交织在一起 组成更大庞大的根基法图 李长生在心脏与胃所在衡量了下 目光便落在了心脏所在 心乃血液之时 练体修的便是气血 一进时选择它 您练出的气血会更加纯粹 而胃乃人参消化所在 一进时选择它 有资源辅助 静静虽快 可在静接二进时 会因气血脖杂平白 增加突破难度 如果急于求成者 倒是可以选择 以胃部为根基起始 选定后 李长生凝视心脏所在脉络 心神恍惚一瞬 原本繁杂质眼花缭乱的脉络 顿时削减了大半 余下脉络虽然仍旧涵盖周身 但却明晰许多 李长生心念微动 灵力潺潺如流水一般 缓缓轻染如脉络 如今他感知大增 对于分神控制灵力 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先是分神控制三缕灵力疏通脉络 后面感觉犹有余力 再次分神控制一缕灵力疏通脉络 直至最后 他心神控制七缕灵力 同时疏通七条脉络 同样打通心脏脉络的法术 血灵盾与血灵盾 其法脉与九手眼灵魔区 心脏根基法图虽然有些重叠 但前者法脉大多浮于表面 重叠的部分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 时间缓缓流逝 在李长生勤恳修行中 转眼间便过去半年 天地苍茫一片 寒冷凛冽吹拂 千丈高天之上 一朵银白云朵急速飞行 不过片刻 他便出现在数座接天高峰之上 而后便见其停滞不前 云雾乍散 露出两艘不同样式的非洲 随即 两艘非洲向着高峰缝隙之内 俯冲而下 树西后 一块稍显平坦 遍布银霜的山地出现 其上有树片建筑群落 而在其中新处 还有一抹碧蓝之色 咻 两艘非洲不停 快速飞落 在离地不到数百米时 两艘非洲分别向着 不同方向行驶而去 呼 李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睁开了眼睛 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感叹道 终于把根基法图打通了 九手眼灵磨去的根基法图脉络 并不难打通 可其涉及的脉络涵盖周身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好在现在已经全部打通 只待纳入妖兽精血 便算初步修成这道直指三进的炼体功法 李长生没有急着纳入妖兽精血 走下床榻 来到窗前 伸手打开 呜呜 凌冽寒风倒灌而入 寝客间便洗去屋内杂气 李长生闭眼深深吸了口气 沁凉的空气涌入心脾 使他精神一震 树膝后 缓缓吐出一口悠长白气 咦 李长生活动身体时 神色呼的移动 目光看向天穷 映入眼中的 十一条银白非洲 正急速使来 蓝彩神 李长生脑海下意识想到 但随即摇了摇头 距离寒岩花成熟 还有数月时间 他来此也无用 那除了蓝彩神 也只有谈虎会 驾驭这条非洲了 李长生脸上露出些笑意 收回目光 迈不下了楼梯 果然 等他来到一楼 便听外面传来一道粗狂声音 师弟 还不快快开门 李长生迈步走到门口 见到门外之人时 脸上闪过一抹意外 只见院门外 除了谈虎 一袭水蓝长袍的蓝彩神 赫然也在 在他一旁 还站着一位宛如巨人般的大汉 看他的胳膊 比蓝彩神腰都粗 李长生快步走到院门前 伸手打开 拱手道 长生见过蓝师兄 谈师兄 蓝彩神上下打量了下他 眼神微动 伸手虚拂起他 笑道 一年多未见 师弟修为精进许多 现在淬炼第三道灵脉了 李长生轻轻点头 又摇头叹道 修为长进后 见到师兄才知晓 师兄修为有多么深厚 他这话确实发自内心 以往面对蓝彩神 还不觉有什么 但修成镇魂风后 感知蜕变 却隐约窥视到 其修为一角 在他感知中 蓝彩神仿佛一块 积蓄千载寒气的寒潭 只观其面 便却心中寒意横生 哦 蓝彩神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再次打量了他一番 饶有兴致地问道 师弟看出了什么 一旁弹壶也露出惊讶表情 咧嘴笑道 大约是师弟许久未见蓝师兄 才会生出如此感慨 说吧 他打句道 师弟就把我们晾在门外 李长生脸上露出一抹歉意 伸手虚情道 师兄请屋内一叙 蓝彩神也没有再问 拍了拍他肩膀 迈不向屋内走去 站在他一旁 宛如小巨人的粗狂汉子 瞥了他一眼 跟在蓝彩神身后走了进去 李长生则与谭虎并行 看了眼前方粗狂大汉 向谭虎传音问道 这恍若巨人般的大汉是谁 谭虎眼神咪了咪 回道 虞都 荣血一脉弟子 顿了顿又补充道 与蓝师兄相似 只差一点便躋身内门前十 李长生面露了然 微微点头 不再询问 进屋后 看着坐在上手的蓝彩神 虞都 李长生神色不变 灰秀换出大聪明 吩咐他给众人倒茶 玄机与谭虎分坐两边 几人抿了口茶后 蓝彩神放下茶盏 轻声问道 我见灵天中寒颜花 只鱼七珠 可是罗芳等人所作 是 李长生也没有隐瞒 更没有添油加醋 讲述起罗芳与他说的话 还有那珠寒颜花 是因何而死 待他讲述完 这样 蓝彩神汉手 面露沉思 玄机又问道 师弟预计寒颜花 还有多久可成熟 李长生沉应道 大约还需九个月 好 蓝彩神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辛苦师弟了 余下七珠 务必不要让他们出现意外 李长生神色微冷 点点头 好 看着笑意盈盈的蓝彩神 他心中不由一沉 这话是何意 难不成又改注意了 余下七珠一珠都不给他 就在他准备试探其意思时 蓝彩神却突然站起身 轻笑道 我还有些事 就先走了 对着李长生与谭虎微微点头 迈步向门外走去 鱼都仍然没有说话 缓缓起身 大步离去 望着非洲 消失在天际 李长生收回目光 扭头看向谭虎 问道 蓝师兄与鱼都索来为何 顿了顿又疑惑道 怎么感觉 他们好像有些急 文言 谭虎脸上涌出兴奋神色 解释道 坠心之地要起寿巢了 他们是急着 去占据一块地盘 好收割血河 寿巢 李长生脑海中 涌出关于坠心之地 寿巢的信息 不知是否是坠心之地 容不下太多蠻兽 每过百年 坠心之地便会掀起一次寿巢 其中堪比炼器 明迈进修士的蠻兽 比比皆是 甚至还会出现 不止一头 堪比到激进的蠻兽 而其名虽为寿巢 但实际 却是一场饕餮盛宴 以往修士 进入坠心之地 不仅需要防范 其内诡异非常的天灾 还要警惕 随时可能会出现的蠻兽 修士 一身实力发挥出的 恐怕还不到六成 兽巢不同 蠻兽会封了一般的 冲击坠心之地门户 修士可免于应对天灾 而在众目睽睽之下 谁也不敢冒着 被群起攻伐的下场 出手捕杀其他修士 当兽巢出起时 只有树头 十树头堪比炼器尽的蠻兽 冲击坠心之地门户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数量变为数十 上百 上千 直至数万 数十万 宛如洪流般 冲击坠心之地门口 其中 蠻兽也是越往后越强 像是如兰采神这般宗门弟子 一旦兽巢预兆来临 会率先进入坠心之地内 抢占一个合适位置 猎杀蠻兽 驻扎在外的散修们 也会抱团占领位置 甚至万重山脉中的凶悍妖兽 也会参与这场盛宴 所谓的 便是蠻兽一身 精华所在的血核 如此盛会 李长生翻着脑海记忆 顿时便有些心动了 蠻兽可谓一身是宝 其心脏中孕育的血核 炼化后可直接提升肉身强度 胃炼体修饰至宝 血肉可入胆 皮毛骨骼可炼至浮气 法器 亦可炼至浮皮浮沫 用处多多 但很快 他便打消了 前去坠心之地的念头 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根本走不出环山灵地 在听闻李摩宗要攻伐灵地时 他曾动过念头 与小黑挤腰 偷偷离开了环山灵地 可就在他离开环山灵地千米后 一道熟悉无比的声音又将他劝了回去 不是别人 正是亲长老 李长生瞥了眼左臂 心中暗叹 日后想要离开环地 还需把这道印记遮掩 或者摧毁才行 不然恐怕离开环的不久 便会被擒住 回过神 看着滔滔不绝说着坠心之地 如何如何的谈护 李长生听了一会 见他仍然没有停止迹象 无奈打断道 师兄要不进屋说话 啊 谈虎话音一致 咧嘴笑道 好 进屋说 回到木屋 落座后 不等谈虎说话 李长生便出言问道 师兄 那御寿师传承 谈虎闻言 给了他一个 就知道 你会这么问的眼神 翻手取出一枚银白玉碱放在桌上 挠了挠脑袋 解释道 御寿师传承玉碱太过贵重 我拿不到 只能给你抄录下来 不过师弟你放心 玉碱是我亲手所录 与传承玉碱中的内容 没有丝毫去别 李长生微微摇头 笑道 无碍地 多谢师兄 他有金手指 御寿师传承 是否有错漏 一观便知 心中想着 伸手拿起了玉碱 没有避讳谈虎 拿着玉碱抵在了眉心 刹那间 种种繁杂信息涌入脑海 御寿师传承 已记录 完整 可修炼 就在这时 一幅莽荒兽 引浮于他心神中 其壮如猪 生有虎闻利爪 牙似弯月 而木为一 金黄若日 尾生有三 黄白黑三色 看到兽影瞬间 李长生脑海浮现其名讳 药 而后更多信息涌入脑海 不等他查看 心神兽影 缓缓虚化 不过呼吸间 变化为一幅 由数百道微小繁杂脉络 柔和而成的图录 药灵捕兽脉图 易脉凝形 聚连本源特质 可掠夺 收纳万兽血脉本源 著 因脉络复杂 本源深种 修炼时意导致脉络断裂 本源易散 遭受损兽之伤 灵殖师 御寿师 李长生放下预检 面露沉思 两者很是相近 但又有些不同 灵殖师是掠夺万千草木生机 浇灌催熟灵殖 御寿师则是掠夺万兽血脉本源 因本源特质的影响 不仅可以加速妖兽成长 亦可赋予妖兽不同血脉 而妖兽血脉 一分三六九等 按照预寿师传承来看 小花一家 便是处于最低的繁极下品血脉 血脉上限为一阶上品 而像小木头 则是繁极上品血脉 血脉上限为妖精中期 小白亦是繁极上品血脉 只不过在繁极中 也是极好的 血脉上限为妖精后期 黑羽共生的森罗花妖 则属于一种血脉 李长生为修成预寿传承 也不知其上限如何 但可以肯定 比起小白要强很多 而最让他看中的小青 则是属于珍稀的繁极血脉一类 这种妖兽无法界定天赋 当他们修为晋升时 有可能会进一步觉醒血脉 也有可能会保持不变 同时 血脉繁组的妖兽 也是御兽师最喜欢的妖兽之一 御兽师可掠夺其血脉本源 根据自身本源特质不同 可以从妖兽血脉本源中 追溯到一种或者数种相似 又有些不同的妖兽血脉 类似于开芒盒 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惊喜 而弹虎给他寻来的 这道御兽师传承中 记载了三种血脉等级 繁兽血脉 灵兽血脉 真灵血脉 还有诸如变异血脉 繁祖血脉 一种血脉等等 则不记入其中 李长生心神映照出的那道猛荒兽影 便是真灵血脉药 见他消化完信息 回过神 弹虎笑咪咪道 师弟感觉如何 可有修成的把握 不等李长生回答 他得意道 这道御兽师传承 可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 嗯 李长生微冷 差一道 御兽师传承之间 还有区别吗 呃 弹虎面色一致 尴尬地笑了笑 毛头道 应该是有吧 李长生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玄机有些好奇道 那师兄为何给我选择 这道御兽师传承 闻言 弹虎神色顿时一震 得意道 我见师弟你养的猪 都能近生妖境 便选了一道脉络图与诸有些相似的御兽师传承 李长生 这么草率的吗 弹虎见他脸上不以为意的神色 认真道 师弟可别不当一回事 御兽师传承脉络图不同 他们之间肯定有区别 顿了顿 闷声道 只不过 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师兄说的对 李长生笑着点头 他倒是没有太纠结 只要经手指收录了御兽师传承 显示可修炼便可 至于有什么区别 他倒不是很在乎 李长生好奇道 宗门内有几道御兽师传承 弹虎回道 我在藏法楼中只看到三道 除了我给你选的药灵捕兽脉络图 还有两道传承 分别为银水御妖脉络图 空云繁无脉络图 李长生面露诧异 疑惑道 只有三道 比灵直师传承还要少 弹虎摇摇头 也许其他地方也有 但那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玄机他神色有些古怪的说道 师弟可知 你又出名了 嗯 李长生一愣 疑惑道 我出名 他一直待在环山林地 与他们接触很少 而且也没听马荣说 有人议论他 难道是因为 上品灵甜灵直 李长生眉头不由皱起 弹虎不知他心中所想 咧嘴笑道 如今师弟虽未回宗 但在宗门内也小有声名 李长生愣了下 皱眉道 师兄就不要打雅弥了 到底是何事 为何又会谈及我 见他脸色变差 弹虎不再开玩笑 整理了下思绪 说道 师弟也知道 杂丰在给你寻求灵直师 进阶灵直大师的传承吧 李长生点头 按道 灵直传承的原因吗 弹虎继续说道 为了灵直传承 杂丰的亲 你两位长老 可谓是煞费苦心 先是悄悄把陆岩强行纳师弟为陪侍 捅给灵直五脉 而后在陆氏一族被老祖怪罪后 与灵直五脉一同打压陆氏一族 杂丰得了个人情 便开始游说五脉之一的 长青树一脉 讨要七灵直师 进阶灵直大师的传承 长青树一脉 虽然不惧杂丰 但多少也要给点面子 更何况 讨要的只是进阶传承 而不是七灵直师 根本传承 原本就快要成功了 可不知何时 宗门突然传出一道流言 流言 李长生疑惑地看向他 谈虎没有打雅弥 说道 据流言讲 杂丰玉要在灵直五脉外再开一脉 他有灵直师传承 也有灵直大师传承 偏生就差中间的一道进生之法 而那传承之人 便是师弟你 流言中 把你在灵直一道的天资夸的事所罕见 灵直五脉脉主 也难以企及 说是 只要得到进生之法 师弟百分百会成为第六位灵直大师 也因此 长青树一脉脉主改口称 除非师弟拜入他门下 不然进生传承想都别想 说到这 谈虎打量着李长生年轻面孔 还有七眉心 那道三叶印记 认真说道 流言描述虽然有些夸大 但师弟在灵直师一道的天资 确实非凡 顿了顿又感叹道 要是他们得知 师弟还有御寿师天赋 嘖嘖 说着 他脸上也忍不住露出艳羡之色 李长生神色凝重 摇头道 实在太过夸大了 他自家知道自家事 就算有金手指辅助 他也不敢说 让灵直五脉脉主难以企及 传出这道流言者 明显是不想让杂风得到禁声之法 同样也是不想他禁声灵直大师 想到这些 李长生心中顿声明悟 他说 这才蓝彩神回返灵地 寒言花意识 怎么有点变卦的意思 但又说得很隐晦 原来根源在这呢 这也太反复无常了吧 李长生心中不禁有些无语 上次蓝彩神认为 可以把他手拿把掐 全然把他当作仆役听用 这次知道他以后 很可能晋升不了灵直大师 态度又发生转变 不过似乎是因为上次教训 蓝彩神这次 没有把话说得太满 要是真的没有转接 那可就是真的了 李长生心中暗叹 但他也没有办法 就算他想败入长青树一脉 任其剥削 杂风也不会放他离开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李长生暗自摇头 手掌盘着御寿诗传承 心中暗下决定 谭虎见他心情沉重 眼珠转动一瞬 安慰道 师弟莫要担心 灵直大师晋升之法 没有就没有 如此师弟正好可以 专注于御寿诗传承 一旦成为御寿诗 所有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谭虎拍了拍胸口 保证道 宗门御寿诗传承 与灵直诗传承不同 一旦师弟满足晋升条件 后续御寿诗传承 会直接送到你手中 御寿诗吗 李长生眼神闪烁 玄机疑惑道 宗门内可有御寿诗一脉 谭虎摇摇头 解释道 御寿诗天赋难寻 总共也没有几人 没有什么派系之分 李长生又问道 那师兄可有认识的御寿诗 有 谭虎认真点头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李长生 咧嘴笑道 就是师弟你 啊 李长生笑意一致 看着谭虎认真的神色 有些哭笑不得道 师兄倒是看得起我 谭虎道 我相信师弟 李长生摇摇头 没有再说这些 反而问起了另外一件事 师兄去坠心之地吗 谭虎点点头 如此盛宴怎能不去 随即他叹道 可惜师弟 你需要照料灵直 不然你我两人联手 定然能掠取到更多蛮兽 照料灵直吗 李长生深深看了眼谭虎 但笑道 是啊 地灵根 宁神花即将成熟 却是脱身不得 对了 师兄猎捕蛮兽归来后 可否卖于我些血河 或者 帮我在坠心之地 收购一些也好 谭虎痛快应下 没问题 那就麻烦师兄了 李长生当下便取出储物袋 把交付购买法术后 剩下的170株凝神花 还有卖凝神花肥料 得到的30万零食 归拢在同一只储物袋中 伸手把储物袋放到谭虎身前 师兄可知 坠心之地受潮会持续多久 谭虎摸了摸下巴 有些不确定道 按照以往推算 大概会持续半年至一年时间 文言 李长生神色微喜 环山灵地来往最新之地 需要多久 谭虎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但还是说道 乘坐非洲 来返大约需要1月时间 1月时间 李长生犹豫了下 指着桌上储物袋 说道 前些十日 接连购买单药林物 零食只剩30万 凝神花也只有170株 不知能换多少枚血河 不等谭虎回答 他笑道 还有御寿师传承 其价值几何 师兄还请告知 待师弟种植的半亩地零根成熟 再行答谢 当然 师兄如果想要零食 或者凝神花也可以 谭虎本来想说不要的 可听他说 有半亩地零根 眼神顿时一亮 迫不及待问道 师弟种植了地零根 旋即他面露恍然 对了 来时 我见上品林天中 有半亩地零根 那是属于师弟你的 李长生轻轻点头 蓝师兄要之无用 便于我种植了半亩地零根 大概还有两月时间 便会成熟 谭虎眼神更亮 咧嘴笑道 我正需补一根基 就不和你客气了 犹豫了下 说道 与我三猪地零根便够了 地零根为主才所炼制的地零丹 具备状体培元的药效 对于一些根基薄弱 还有修有炼体功法的修饰 是上好的滋养丹药 李长生神色惊讶道 三猪 倒不是觉得多 而是觉得有些少了 毕竟这是一道传承 指三猪地零根 换算下来 还不到十万零食 比一道二阶中平法术便宜一半还多 谭虎白白手 解释道 预售师传承没有那么金贵 他 听完谭虎术说 李长生明白 为何一道预售师 传承会这么便宜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 具备预售师天赋的修饰 太少太少 而主导宗门的荣血 受魂两脉 又很缺少预售师 为了筛选出 有预售师天赋的修饰 所以才会把预售师 传承的价格定得很低廉 李长生微微摇头 沉吟了下 说道 这样 二十猪可好 谭虎一愣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摇头拒绝 不行不行 太多了 似乎觉得自己语气有些不对 他忙说道 师弟不必如此 三猪就够了 他心中还惦念着李长生催鼠宝药 道果 怎么会把好不容易积攒的人情 浪费在这区区十几株地灵根上 见他拒绝得如此干脆 李长生疑惑一瞬 但很快他便明白过来 有些无奈道 师兄你听我说 这二十猪地灵根 虽有答谢师兄意思 但你我之间的情意 又怎会指指区区二十猪地灵根 主要是师弟有一事 想麻烦师兄 见被李长生看穿了心思 谭虎脸皮不由有些发热 好在他皮肤黑 瞧不出来 他正了正神色 拍着胸口道 师弟有事说便是 李长生也没有绕弯子 直接道 我是想等地灵根成熟后 麻烦师兄再回来趟 帮我把这些地灵根 全部置换为蛮兽血河 他储物袋中有十枚地灵丹 而且还种植着三亩中品灵田 不缺的灵根 就算以后 杂风因为传承原因 把属于他的灵药份额削减也不怕 他家中是开酒楼的 深知一句话 当厨子的 还能饿死不成 同样换过来讲也一样 当灵值湿的 还能缺少灵药 以往只是他懒得整 但杂风要是削减他灵药份额 他肯定也不会干等着 谭虎差一道 全部置换为血河 对 李长生轻轻点头 谭虎上下打量了下他 眼中划过一抹疑惑 但也没有多问 点头道 没问题 两个月后 我再回来一次就是 不过 血河因为这次受潮原因 价格会有些浮动 待我回返时 再告知师弟 李长生点点头 拱手道 那就麻烦师兄了 谭虎一脸无所谓的白白手 师弟就是礼数太多 聊完正事 两人便闲话起来 通过谭虎讲述 李长生对于青阳宗内 还有周边发生的一些事 渐渐有了些清晰认识 时间缓缓过去 一个时辰后 谭虎端起茶杯一口饮镜 向他告辞 李长生挽留不下 起身相送 愿门外 谭虎翻手取出一只巴掌大的木舟 随手抛出 木舟静置灵光闪烁 迎风变长 化作一条长约两丈的舟船 悬于半空 待师弟成为御寿师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谭虎扭头对着李长生叮嘱一番 一步迈上舟船 静置灵光涌翼 冲天而起 直至舟船消失在天际 李长生转身向木屋内走去 高天之上 谭虎双手环胸 站在舟船甲板之上 俯视下方环山灵地 叹道 师弟莫要怪我 比起留在杂风 还是宗门更加适合你 青阳宗内流传的消息 便是他放出去的 或者说是他之师徒 一脉放出去的消息 木地自然是不想 李长生晋升灵职大师 或者说是 不想他在杂风所属晋升 而御寿师传承 起初是谭虎认为 李长生有御寿师天赋 为其所寻 但当他回宗后 木地便变了 成为了他背后 势力下的一道钩子 不论李长生 是否修成都没关系 只要他身上 具有修炼迹象 那么谭虎这一脉 便可以让他具备 御寿师天赋 从而把他从杂风 带回宗门 谭虎回过神 驱使非洲 向坠心之地驶去 心中不知为何 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李长生 成为了御寿师呢 他愣了下 难难道 那可就 真是踏上了大道通途 木屋 三楼 李长生丝毫不知这些 盘坐在软踏上 翻手取出装有小青 本命精血的浮屏 平复下脑中杂念 挥手凝聚出 竖道灵力丝线 揭开瓶口上的风铃符 打开瓶盖 一滴婴儿拳头大小 通体呈淡金色的精血 浮于身前 呼 感受着精血涌动的威势 李长生轻输了口气 身上长衫脱落 裸露半身 他缓缓抬起手臂 手指呈剑指 动念间 如水晶光自手指蔓延而出 宁为寸长剑肩 旋即对着胸口轻轻划过 无声无息 皮肉分裂至两指宽 裸露森白骨骼 可见旗下心脏涌动 应有灵力护持 倒是没有鲜血喷涌 李长生瞧了一眼 不敢耽误 心神锁定心脏所在三处光点其一 指尖剑锋顺着骨骼缝隙 对着 所在点阙 瞬息间 跳动的心脏上 出现一点细微孔洞 李长生控制灵力 牵引筋血 化为一道弹筋丝线 静直扎入了心脏孔洞中 而后手掌对着胸口外翻的伤口抹过 血肉弥合 只留下一道浅浅痕迹 能否攻城 就看此时了 李长生感受着心脏中灵力包裹的异物 闭目凝神 恍惚一瞬 一张遍布全身上下 繁琐至极的脉络图映入眼帘 李长生目光落在其中心光点 念头微动 包裹在筋血外的灵力 顿时消散 他只觉心脏猛的一尘 旋即一股灼热 由那儿外涌出 就在这时 翁繁杂脉络图中心的光点 侵染了一抹淡金色 而后不过瞬息 整张脉络图锯 是亮起灵光 动 李长生心脏猛的震战 其内宛如岩浆般的炙热爆发 不过瞬息 胸口处仿佛被塞入一口 熊熊燃烧的火炉 燥热难耐 不愧是炼铁 李长生感受着胸口处 愈发灼热暴躁 念头微动 驱使根基法图 炼化小青精血 咚咚 时间缓慢流逝 李长生心脏跳动的频率越来越快 胸口仿若汹汹 燃烧的火炉也来到顶峰 伴随着的剧痛也如潮水一般 一波波向他心神倾覆而去 可李长生早已今非昔比 疼痛虽然剧烈 不知许久 不 李长生脑海响起一声轻响 而后便感觉胸口积压的汹汹火炉 如同破了口的水缸 滚滚炙热 分化为一道道火线 顺着根基法图脉络 向着周身流转而去 外界 李长生裸露的半身赤红一片 丝丝缕缕的白烟 自探毛孔涌出 笼罩周身 雾气萌萌 一个时辰后 呼 李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睁开了眼睛 挥手震退周边浊气 换出大聪明 取出一只一阶上品陆形灵兽 吩咐道 把这只鹿都做了 再闷一锅灵米 去吧 是 老爷 大聪明恭敬应下 拖着陆形灵兽自窗口而出 李长生再次闭目凝神 体会着身躯与之前的不同变化 比起之前 他的皮肉筋骨强度均有提升 但除了心脏以外 提升的强度有限 我之前虽没有炼体 但肉身长年被灵力洗炼 早已超凡脱俗 而九首眼灵魔躯是以壮大妖兽精血 以其力量辐射肉身 蜕变为根本 变化不大 也很正常 李长生睁开眼 摇了摇头 心神感受着根基法图内流动的那驴 与灵力截然不同 更加炙热 汹涌的能量 伸出手掌 面头微动 一股热流流一致手掌 皮肤瞬间化为赤红色 李长生攥了攥手掌 血肉皮肤在血气加持下 不仅坚韧许多 气力也大了不少 直至把体内血气消耗一空 李长生默默感受了下 如果任由血气自行恢复 需要斩查时间恢复 而如果他运转根基法图 只需一瞬便可恢复 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前者是聚容体内血气 但恢复缓慢 后者则是压榨肉身 但恢复快 没有好坏之分 只看修士如何运用 从中寻找一个度 试验完 李长生可没忘记 炼化妖兽精血 可能会得到齐天赋法术 闭目凝神 心神沉浸于根基法图 中央那颗淡金光点上 恍惚一瞬 一颗稍显暗淡 通体淡蓝的光团 映入他眼帘中 随着其光芒流转 他心中忽然生出一股明雾 血脉法术 控水 李长生心神回反肉身 抬起手臂 面头微动 体内血气快速流逝 而自他掌心中 却从无到有 缓缓凝聚出一团清水 树膝后 一团拳头大小的清澈水团 浮于掌心 控水 李长生轻念一声 在他控制下 水团变换为 一柄透明匕首 修得飞气 围绕着他周身盘旋一圈 又接连幻化为各种小巧武器 随着水团幻化各种形状 李长生体内血气 也在飞速减少 在即将流失殆尽时 目光看向不远处墙壁 念头微动 啪 由水幻化的小巧箭矢 以不慢的速度急射而出 撞击在墙壁上 水花溅起 原本平整的墙壁出现一个细微凹痕 这便是血脉法术吗 李长生收回目光 体会着刚刚控制水剑的感觉 心中很是满意 与法术略有不同 炼体一道的血脉法术 更近乎妖兽的天赋法术 不用刻意修炼 自然而然地便知晓其运用 而且血脉法术还有一个好处 便是会随着修为精进而不断变强 李长生的九手眼灵魔躯不过出城 威力不显 待日后他炼化妖兽精血 肉身日益壮大 血气亦燃 届时再使用控水 威力可就不单单只是凝聚一柄小巧水剑 不过这还要等九手眼灵魔躯 踏入二进后才行 一进再强 于他而言也没有多大作用 由小黑挤腰提供妖兽精血 加上血合 短时间内应该就可以修制一进顶峰 不过要突破二进 需要一滴大妖精血 大妖精血倒是不难 但是以何种妖兽的精血晋升 李长生思索片刻 摇摇头把念头甩了出去 他不过刚修成九手眼灵魔躯 想这些还太早 回过神 李长生目光凝视自身 根据他的意念 一张区别于炼器的崭新面板 浮于眼中 目标 李长生 修为 一进初期1% 功法 九手眼灵魔躯 一九 血脉法术 控水 李长生心中微动 目光凝视修为一览 顿时 一道讯息涌入脑海 不可培育 可惜 李长生摇摇头 不死心的他 目光凝视血脉法术一览 可结果同样是不可培育 看着面板 他心中忽然浮现一个奇异想法 如果不当人的话 那是不是 回想到在那狼手人 绅士巷内看到的画面中 那四道体型激进 与山岳比肩的庞然大妖 他心中不禁有些怦然 但很快 李长生便把这危险的想法 驱逐去脑海 要是这个世界是由妖主宰 画妖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这世界明显是由一座座棕门主宰 这要是画妖走捷径 说不得哪天就成为他人桌上美食 这时 院外传来一阵诱人肉香 李长生摇摇头 下了床榻 迈不向楼梯走去 回到一楼 饭桌已经摆好 上面摆放着三道游一街上品路 行灵受炒制的菜品 色香味俱全 且全部都是由硕大木盆盛放 诱人香气钻入鼻孔 李长生因修行九手眼灵魔区 有些亏空的肉身 发出阵阵轰鸣 带大聪明 端来一盆零米饭 李长生直接舍弃木碗 端起木盆 便开始狂吃海塞起来 零米 饭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吞入他的胃中 再由九手眼灵魔区根基法图 转化为道道精气流转全身 体内消耗殆尽的血气 也在精气滋养下 急速恢复 斩查时间后 桌上三只木盆进阶一空 还有两盆零米饭也不胜一粒 呼 李长生感受着全身暖意融融的感觉 不由舒服地吐了口气 伸手接过大聪明帝国的茶盏 抿了一口 吩咐大聪明收拾餐桌 李长生意念沉浸于灵气空间 吩咐在灵地外的小白 每过七个昼夜 便猎捕一只妖兽 给他带回来 小白很快便理解了他的需求 至于小木头 虫母 李长生就不过多期望了 前者由万蛇血肉进阶 导致灵志一直不高 后者胸利引脑 同样不大聪明 就在他沉入小白视角 看着他在山剑行走时 心神忽然传来一阵悸动 嗯 李长生心神迅速回反肉身 沉浸于法术血魁垒中 大半年时间过去 血肿数量再次削减小半 不过损失的巨是千魂丝 而之所以会损失这么多 是因为他在突破妖境时 导致万灵血躯体紊乱 暴体而亡 余下的21只千魂丝进阶 晋升妖兽 在他沉浸于小黑视角去探查时 发现其占据了那片广袤湖泊边缘一角 20多只妖精千魂丝聚集在一起 就算妖精中气的妖兽 也不敢招惹 而最让令他诧异的是 最初种下血重的铁皮熊 血柴仍然活着 且身躯都有大半万灵血化 只要不遇到大妖 安全无余 不过李长生现在关注的不是他们 而是备受他期望的老狼王 数月前 老狼王躯体便仅差一丝 就能把全部身躯转化为万灵血 也就是彻底化为邪魁蕾 为了保证不出意外 李长生派小黑前去跟随在老狼王左右 直至亲眼看到 他大展神威 猎杀了一只凝聚虚像的巨龟 吞其血肉后 躲藏至一处狭隘山洞 全身化作一团暗红血团 小黑便留在山洞口看顾他 此时 法术血魁蕾中最大的一枚血种 仿佛一颗蛋斑 裂开了密密麻麻的纹路 在李长生注视下 蛋壳缓缓消失 出现一只通体血红的迷你狼兽 而见到迷你狼兽的瞬间 李长生心中顿生喜悦 血魁蕾成了 可不等他心神沉入小黑视角 迷你狼兽忽然涌来一股声色一年 李长生 在他愣神的时候 迷你狼兽再次涌来数到一年 片刻后 李长生心神回反肉身 疑惑到 他浑身血肉全部转化为万灵血 神魂竟然没有被血中扭曲 还保留着灵慧 顿了顿 他忍不住到 他就不痛吗 万灵血毕竟不是肉身 且带有剧烈的腐蚀血毒 可以想象 如此一副肉身 其承载的神魂会如何 是天赋法朔 还是他强制忍下来了 前者还好 可以说是天赋异禀 但如果是后者 李长生想想都感觉有些不寒而栗 他已经吩咐 彻底转化为血魁蕾的老狼王回反灵地 很快便能知晓 是前者还是后者 李长生摇摇头不再去想 起身脉步走上楼梯 回到三楼 李长生盘坐在软榻上 翻手取出一瓶万灵血 一边分神运转炼血法 吞日法炼化灵物 一边运转灵力淬炼灵脉 在大量灵物 单要辅助下 他第三道主灵脉 已经淬炼了十分之一 待淬炼完余下十分之九 便能突破灵脉中气 时间缓缓而过 就在他淬炼灵脉的时候 山顶边际 一处小院 一个身形枯瘦 面无血色的青年 大咧咧地推开院门 可他刚走出树部 身后传来一声呵斥 清良你不休息 又要去哪 吕清良转过身 对着站在门前 脸露怒容的吕清颖 眼珠转动 嬉笑道 我去山下帮姐夫 归整灵田 不说了 我先下山了 不等吕清颖继续说 他运转灵力 身形急速掠走 很快便走入山峰小路 消失不见 我 李清颖张了张嘴 脸上浮现一抹忧色 脉步走到院门口 就在他准备出去时 突然低头看向 已经显怀的肚子 犹豫几息后 转身回转了木屋 另一边 李清良走到山腰一处 二接灵田前 左右看了看 纠结片刻 脉步走进了灵田中 树西后 他从中走出 顺着小路快速掠下 不过 一会功夫 便来到了万蛇湖边 就在他准备渡湖时 却看到 对面有大人小孩树人 结伴向着岛屿中而来 一缕清良 原本还急着离开 可当他看到其中一人后 微微愣了下 脸上突然涌出一抹愤恨 没有踏水离开 反而转身向山上奔去 暗边 无庸看着迈步上山的青年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低头看着怀中酣睡女儿 脸上不由 露出一抹笑容 而在他身旁 董瑶左右手 各牵着一个十三四岁 头顶扎着双压剂 一身喜庆如群 长相可爱女孩 他一边牵着两个女孩 一边叮嘱道 见到你们李叔叔后 嘴巴甜一点知道吗 姨娘教你们的话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 秦岚 秦月认真点头 他们都长大了 通过董瑶不断数说 都知晓那位李叔叔多么厉害 有他一句话 他们进入宗门后 就不会被欺负了 董瑶见他们神色紧绷 心中叹了口气 轻轻揉了揉他们脑袋 温和笑道 不要紧张 你们都忘记了 李叔叔带你们多好 送你们零食 还让你们炼化 灵直易散的灵气 不然你们修为 哪里会这么快 就提升到炼气三层 闻言 秦岚 秦岳神色明显舒缓了一些 秦岳笑嘻嘻摆脱董瑶手掌 姨娘不要揉我头发 都要乱了 李叔叔看到会不喜欢的 啊 秦岚舒淡的眉头也皱扒起来 想要躲开董瑶手掌 可又怕姨娘伤心 纠结的小脸都拧巴了 见他们没有那么紧张了 董瑶心中一松 故作认真地打量着秦岳 眉头缓缓皱起 看到她都有些紧张地看着自己 忍不住笑出了声 姨娘 秦岳顿时明白 姨娘故意打去她 有些不一地走上前 晃了晃她的胳膊 依依 吴庸怀中抱着的西服 被笑声吵醒 没有哭闹 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 左瞅瞅右看看 不时嘟闹地哼击两声 董瑶走上前 伸手接了过来 见她乖巧可爱的模样 亲了一口她的小脸蛋 笑道 一会见了你李伯伯 可不要哭哦 一压 小西服嘴巴张开 小手向她脸上抓去 秦岚 秦岳也凑到身旁 小兮兮逗着小妹妹 吴庸看着这一幕 伸了伸懒腰 虽说修为数年间进展缓慢 但如今有气有子 已经让她心中很是满足 一行人顺着山路走过 很快便来到山顶 没有停留 迈不向中央小院走去 而他们没有看到 山峰边缘一座小院中 两道愤恨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山顶中央小院 三楼 呼 李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睁开了眼 就在他准备查看修为进度时 院外传来一道叫喊声 师兄在家吗 董瑶前来拜见 李长生感知 瞬间扩散至门外 董瑶一家的模糊身影 映入他脑海 念头吩咐大聪明 把他们迎进来 迈不下了楼梯 回到一楼 见到在大聪明带领下 走进来的董瑶等人 李长生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脉步走到门外 见过师兄 董瑶 无庸连忙攻身见李 李长生摆手笑道 你我关系 不用这么客气 就在他说话间 站在董瑶身旁的秦岚 秦岳脉步走到他身前 欠身行礼 翠声道 秦岚 秦岳 见过李叔叔 好好 都起来吧 李长生脸上笑意更浓 运转凌厉扶起他们 看着已经明显常开心的小丫头 不由感叹道 都长大了呀 别在外面站着了 进屋说话 带着几人进屋 落座后 李长生吩咐大聪明 去厨房拿些瓜果 拿着茶壶给两人倒了杯茶 看着董瑶怀中 瞪着黑溜溜眼睛 看他的小西服 笑道 西服是越长越可爱了 一压 小西服向他伸出手臂 嘴里哼唧着 找叔叔吗 李长生眼神微亮 把茶壶放到桌上 伸手接过西服 小西服抓着他的衣领 使劲地拽着 嘴里一压一压地 口水都流了下来 见他可爱模样 李长生心中愈发喜爱 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运转灵力 度入他体内探查了下 心中不有点头 小西服虽然只有两岁多 但身子骨很结实 体内杂气也不多 董瑶夫妻俩 应该时常以灵力温养 上次给予的血灵欲 也带在他的脖子上 李长生想了想 取出一枚宁神丹 一边运转灵力 从中牵引出一丝药力 度入西服体内 一边疑惑问道 你夫妻俩是找我有事吗 董瑶 无庸自然看到了他的手段 心中顿时有些激动 董瑶平复下心情 犹豫了下 说道 是秦岚 秦月 秦岚 秦月 李长生疑惑看向 站在董瑶身旁的两个小丫头 咦 董瑶不说 他还没有在意 经他这么一说 李长生才发现 两个小丫头似乎有些紧张 李长生疑惑一顺 看着站着比董瑶 坐着高半头的两个小丫头 他心有所悟 温和笑道 秦岚 秦月想进宗门外院了 董瑶点点头 摸了摸他们脑袋 笑道 还要多亏师兄 他们才会这么快 就修行之恋气三层 我与吴哥交不了他们太多 该进入宗门外院了 秦岚 秦月眼睛微红 心里想到姨娘的嘱咐 这才没有落下泪来 低垂着头 手指掰扯个不停 见他们如此 董瑶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养育数年 怎能没有感情 可他更知道 秦岚 秦月只有进入宗门外院 未来才会更好 更何况 他们练气前期还好 等突破练气中期 所需资源 他们也供养不起 宗门外院 李长生心中微动 想到李帕儿 在那挂了个闲散职位 把这俩小丫头送过去 给他做个伴也好 两个丫头都是三等资质 稍微培养下 有机会机身宁迈进 想到这 李长生笑道 这样 过几个我问问马师兄 看看什么时候 把他们送到杂峰 再让他们跟着杂峰 运送资源的舟船 回返宗门 他故作思索了下 说道 我又没李帕儿 在外院任职 就让秦岚 秦月跟着他吧 也有个照应 文言 董瑶眼神顿时一亮 李帕儿他听李长生 提过几嘴 是其亲妹 在青阳宗内修行 秦岚 秦月要是跟在他身旁修行 有期照拂 哪里还需要有什么顾忌 秦岚 秦岳京 董瑶树以日月教导 自然也不傻 听到可以跟在李叔叔妹妹身旁修行 心中忐忑不安 顿时冲淡不少 其身行礼道 谢谢李叔叔 李长生摇摇头 摆手笑道 不用那么多虚理 起来吧 这时 大聪明端着一盘瓜果走了进来 别站着了 李长生招呼他们坐下 随即问他们 休息的合功法 有什么疑点 在这一问一答中 实质正悟 李长生把消化药力 陷入沉睡的小西服 交给董瑶 吩咐大聪明去做饭 与几人闲话起来 秦岚 秦岳因为去了心中事 没有那么忐忑了 各自捧着一根菜瓜小口啃着 听着几人讲话 吴庸面对李长生 还是有些紧张 多数都是由董瑶说 他则不时差一句两句话 吃完午饭 董瑶 吴庸带着小西服 秦岚 秦岳告辞离去 李长生送走他们 以生命灵机 浇灌一番灵田 便回返了木屋 沉浸于修炼中 而御寿法 因太过繁杂 他还需好好揣摩 才可进行修行 姐 该怎么办 吕清良站在院中 看着远处自小院中 走出的一家树口 掩路怨愤 急到 要不叫姐夫来 吕清颖神色 阴晴不定 我先去看看 他们住在哪里 眼看着一家树口 缓缓消失在山路口 吕清良眼露急色 留下一句话后 快步走出门 追了上去 清良回来 知道仇家的强大 吕清颖脸色一变 伸手想要召她回来 可吕清良仿佛没有听到 很快便走进了山路 我 吕清颖想要追去 可走到门口时 她却停住了 低头看着肚子 纠结片刻后 扭声回反了木屋 直至天色暗淡 红霞漫天 徐力副手慢忧地进入家门 喊道 清颖我回来了 可等了一会也不见回音 她神色一变 快步推门走了进屋 见客厅无人 迈不上了二楼卧室 推开门后 便看到吕清颖趴在床头 还有抽气声传来 徐力压下心慌 快步走到床前 扶起她 见她满面泪痕 不由己道 清颖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呜呜 吕清颖见到她 心中担忧恐惧怨愿种种情绪 顿时爆发 趴在她怀中 大声哭了出来 徐力也乱了神 不知该如何 一个竟问她出什么事了 足足过去好一会 吕清颖哭泣声 才渐渐减弱 嘶哑着嗓子道 我弟看到杀我父母的凶手了 徐力愣了下 心中顿时松了口气 见她模样 又忙问道 杀你父母 是谁 她轻轻拍了拍吕清颖肩膀 安抚道 你夫君虽没有什么权利 但还有几分面子 告诉我是谁 我绝绕不了她 按照她所想 吕清颖父母 无非是死于散修之间 争夺资源罢了 要是青阳弟子 她还拿捏不定 但区区一个散修 她这几年 也结交了几位散修中的佼佼者 花费些资源 让他们出手便是 吕清颖脸上 却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 犹豫了下 讲出了始末 听着她缓缓讲述 徐力脑海中浮现两道熟悉身影 沉默几息后 小兴问道 他们是不是都蒙着面 吕清颖轻轻点了点头 徐力顿时陷入了沉默 良久 她有些干涩道 他们我惹不起 说着 她便把董瑶爷爷 与李长生之间的关系 讲了出来 要是放到锦规环未来时 以她与李长生的关系 求到她身前 不说承接董瑶两人 但也可以让两人道歉 赔偿 可现在 不行了 说完 徐力回想起一事 忙问道 清凉呢 吕清颖听她讲述 心中也有些揣坠不安起来 说道 她去跟踪那人去了 可别出事 徐力脸色微变 站起身说道 我去找她回来 临出门前 她嘱咐道 你别跟来 可当徐力刚走木屋门 便闻到一股血腥气 待她推开院门 便看到一个浑身鲜血的人 倒在地上 清凉 看到她的衣饰 徐力脸色一变 连忙蹲下身 检查其伤势 一番检查下来 她脸色更加难看了 吕清凉生命倒是无碍 可是其体内主灵脉 却被一股狂暴灵力 撕扯个粉碎 修为废了 是谁 不言而喻 徐力目光看向前方不远的小院 叹息一声 抱着吕清凉 走进了木屋 熟悉后 一道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传了出来 不远的小院中 好月桂听着七里叫喊声 摇了摇头 看着面前大口吃着饭菜 仿若没有听到一般的东鹏 疑惑道 这人到底是徐力的小舅子 怎么没有拦一下 东鹏吞咽下饭菜 摇了摇头 废了总比丢了命强 说着 他便把吕清凉 今日所谓说了出来 吕清凉以为 没人看到他偷取灵药之夜 可实际上其一举一动 都被东鹏收入眼底 不知死活的东西 好月桂闻言皱了皱眉 冷哼道 要是他敢进入我的灵田 偷取灵药 直接打杀了他 东鹏魂不在意地点点头 好 好月桂吃了口菜 有些好奇道 是谁废了他 东鹏朝他身后努了努嘴 李管事顾交后人 哦 好月桂顿时明白 东鹏为何没有阻拦 转过话题 问寻起了另外一事 非要去坠心之地不可 东鹏手臂微顿 看着面露担忧的好月桂 苦笑道 我卡在宁脉初期十多年了 玄机他又笑道 寿巢起后 其内部空虚 正好为你寻一道一种灵机 我 好月桂张了张嘴 沉默几夕后 戳了戳饭碗 低声道 我积攒些年买一道也行 东鹏摇了摇头 你灵脉资质不好 以下品灵机晋升宁脉几率太低了 而中品灵机又太过难得 好月桂心中喜忧参半 犹豫到 可坠心之地太危险 他低声道 再说下品灵机也可以的 冯师姐 和师姐资质 与我同属四等资质 都是以下品灵机晋升宁脉 他们能行 我自然也能行 东鹏暗自摇头 好月桂说的 只是几个例外而已 殊不知 与其一般资质的 有成千上万人 终生困于练气景 见好月桂越说越低沉 他安抚道 放心吧 我托人购买了两道中品浴服 保命还是没问题的 好月桂没有说话 大口往嘴里扒拉着饭 另外一座小院 严少员喝了一口酒 听着传来的哭声 痴笑道 活该 吕清良所作之事 他也知道 要不是徐力求上门 他早就与警归说了 报应来了 看他血乎乎的模样 多半没个好 环山林地中的一座院落中 董瑶见吴庸回返 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轻声问道 没事吧 顿了顿又补充道 没死吧 吴庸看了眼沉睡的西服 摇摇头 只费了他修为 他那个姐姐 董瑶摇摇头道 不要动他 惹结了徐力 我们也得不到好 李师兄也不会高兴 吴庸皱眉道 我们不惹他 可他未必会甘心 董瑶同样有些担忧 想到前些年 在猎妖团惹下的麻烦 他犹豫了下后 说道 我们要不也回宗门吧 吴庸想了想 觉得这样最好 这些年 两人可斩杀了不少修士 谁知道 还有多少如旅家姐弟这般 留有后患的 但想到自家三母灵田不能带走 不禁有些心疼 那三母灵田怎么办 董瑶干脆道 卖了他 见他不舍的模样 笑道 有李师兄给我的雪羊 是胡 再用卖灵田的零食制半间铺子 足够了 莫要忘记 李师兄的妹妹在宗门 据我了解 她入宗不过几年 有秦兰 秦月在 我们尽心服侍着 未来西服入宗后 可就有个大考山了 吴庸闻言眼神一亮 心中不舍顿时一空 想到开心处 忍不住亲了一口西服的小脸蛋 乐呵呵道 就这样吧 西服天生就是有福源的娃 董瑶也是侧躺下 捏了捏西服脸蛋 得意笑道 那也不看看是谁的闺女 哈哈 两人决定之后 第二天便去灵田店找到了马戎 以不放心秦兰 秦月 想回宗门的理由 卖出灵田 得知两人来意 马戎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让两人回去等她消息 玄疾便御食法器 来到了万蛇湖岛屿 小院 木屋 马戎简单说了下董瑶几人的事 随即又告诉他 四海商会的方管事来信 问他要不要满受血河 李长生想了想 摇摇头拒绝了 与其背方管事转一层 还不如拜托弹虎呢 随即又道 既然董瑶他们想回去 就隐了吧 他拱手道 届时还要麻烦师兄 把他们送回杂风 马戎摆摆手 没事 正好七日后 我要回杂风一趟 不用李长生询问 他笑着解释道 梁执师派我去运送 林帝所需的林种 说是林帝所需林种 实际上是运送梁执师搜寻的 二阶上品林种 哦 李长生面露惊讶 笑着打句道 那师兄可要仔细些 罗执师与身徒执师等人 还未给我送来林种 你要运送的林种中 里面说不得还包括 巡逻位在内的几位执师呢 文言 马戎笑容顿时一将 顾不得与李长生闲聊 连忙起声告辞 李长生送走他后 迈步回到木屋门口 躺在躺椅上 取出玉寿师传承 抵在眉心与脑海中的信息对照 细细揣摩起来 时间缓缓而过 两日后 清晨 寒风凛冽 沙土掺杂着雪莉 吹拂而过 小院内 小花一家排排趴在门口 哼气声回荡开 修一道纤细红影子风雪中 窜入小院 环绕一圈 顺着木屋门缝钻了进去 三楼 呼 李长生心神微动 退出了修炼状态 吐出一口浊气后 睁开了眼睛 听着院门外传来的哼气声 他微微摇头 迈不下了软榻 回到一楼 只见大厅中 一只毛发心红弱水 涌动不停 形似只土狗的兽类 蹲坐在地 见李长生从楼梯下来 他迈步上前 口中发出一阵呜声 李长生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目光凝视 目标 老狼王血傀儡 种族 蜂狼王灵兽 妖精后期 99% 天赋神通 容风入体 状态 健康 灵兽 妖精顶峰修为 神通 看着老狼王的豪华面板 李长生顿时愣住了 玄机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惊喜 看到他的面板 李长生才知道 为何说老狼王只差 些许便能晋升大妖 蜂狼本是繁集中品血脉 上线为一阶上品零售 多以群居 其中极个别的蜂狼 血脉会越牵制繁集上品 上线妖精初期 至妖精中期不等 而他们中会决出最强者 为蜂狼王 如果狼群强盛 在滋猿堆叠下 甚至会出现妖精后期的蜂狼王 眼前的这只老蜂狼王 之前定然是一个强盛蜂狼群的狼王 在狼群供养下 其血脉越迁至灵级 有些许可能突破至大妖精 可惜他到底是没 有突破 不然也不会苍老子跌落境界 李长生微微皱了皱眉 就是不知道 他的寿源还剩多少 老狼王虽然由血重 把肉身转化为万灵血躯体 摆脱了肉身枯竭 但其神魂可没有蜕变 如果他天寿到了 该死还是要死 就在他想着的时候 眼前面板扭曲一瞬 其上多出一篮 寿源 六七五八百 李长生愣了下 脸上露出喜色 以面板看来 如果不出意外 老蜂狼王还可以活一百二十五年 这么长时间 在他倾斜资源辅助下 老蜂狼王未必不能再上一步 届时就不会再有寿源困顿 欣喜过后 李长生回过神 目光凝视自身 寿源 二十九三六零 咦 看到自己寿源 李长生神色微微有些惊讶 旋即恍然 宁脉进如果没有灾祸 按理说 天寿可达三百 服用岩寿丹药 灵物另说 而他寿源之所以会多出六十载 大概率是因为灵直尸的关系 在生命灵机滋养下 肉身获益肥浅 同时他神魂 本就天赋一柄 比其他修士 多六十载寿源 也很正常 李长生脸上笑意更浓 回过神 转向老狼王 目光落在了 其天赋神通 容风入体上 容风入体 天生风灵之体 驱使风如必使 不可增幅 其法术效果 与小青的天赋法术控水类似 但威力强了不止一个层次 同时还有更多繁杂妙用 最初老狼王 应该是以天赋神通 强行纳入万灵血 并没有炼化 李长生明白后 心中又生起一个疑惑 既然容风入体 对于万灵血并没有注意 老狼王是如何保持 甚至不被血肿侵蚀的 他的瞳孔血红如金石 可没有一丝痛苦痕迹 如此看来 他并不是在忍受万灵血侵蚀 而是万灵血侵蚀不了他的神魂 神魂 李长生目光看向老狼王 脸上露出些笑意 既然想不明白 那何不直接问 这只聪慧你人的老狼王 李长生轻声道 你是如何保持灵慧的 原本他以为 这只狡猾的老狼王会装疯卖傻 准备动用邪魁蚀 禁止给他的教训 不曾想起到是坦诚 大方的狠 只见他污名一声 眉心心红涌动 一只巴掌大 通体轻如流离的迷你狼兽 从中跃出 晃了晃脑袋后 向他飞奔而来 李长生下意识地抬起手臂 手掌触碰在他身上 清光爆发 屡屡淡青色的流光 自迷你狼兽身躯涌翼而出 顺着他手指钻入了体内 待清光散去 迷你狼兽缩水小半 轻如流离的躯体 暗淡无光 他晃了晃脑袋 扭身一头扎入下方 通体血红的狼兽眉心 数息后 李长生回过神 消化完脑海中 涌现的陌生信息 心神迅速沉入 九手眼灵魔区 根基法图中央 那颗淡金光点 恍如一瞬 一颗稍显暗淡 通体淡然的光团 一颗明亮 通体青色的光团 映入眼帘中 容风入体 确认后 李长生心神回反肉身 抬起手臂 屡屡肉眼不可见的微风 似泥丘般盘旋于掌心 随着气血涌动 盘旋于掌心的微风 迅速凝聚为 一道巴掌大的蛋清风刃 李长生念头微动 风刃振战一瞬 呼得飞起 围绕他周身急速盘旋 掀起阵阵风啸声 片刻后 李长生挥手散去风刃 感知到老风狼王气息削弱一劫 想了想 取出一只装有三枚凝神丹的丹瓶 递给了他 里面有三枚二阶丹药 可以恢复一些 你损耗的神魂 五 老风狼王低迷一声 身躯蔓延出一道血丝 结果丹瓶 拖拽着 直接融入了体内 见到他独特的进食方式 李长生也不意外 其肉身进阶化为万灵血 哪里还有胃 如此身形 也不过是因为前身是狼 比较适用罢了 坐在椅子上 李长生看着趴扶在地上 消化丹药的老狼王 心中满意不已 不愧是灵慧近人 刚才老狼王所作所为 类似于狼群中的狼兽 向狼王献礼 他把自身天赋神通 割裂出一枚种子 与盗机进修士损伤法脉 凝聚神通 法种相似 重于他炼体根基法图内 化为了一道血脉法术 威力虽比不得天赋神通融风入体 但比起控水强了不止一筹 日后也有可能会晋升为血脉神通 而通过他传递来的记忆 李长生也明白老狼王的跟脚 与其为何能在血肿侵蚀下 灵慧不失 老狼王出自于万重山脉内围边缘的 一只强盛狼群 其鼎盛时期 不仅有他这只半步大妖精的狼王 还有上百妖精狼妖 十数万狼兽 其实力就算普通大妖 也轻易不敢招惹 游荡在内围边缘的修士 也是忌惮不已 就这样 其族群飞速膨胀 而随着时间流逝 他却逐渐老去 灵慧虽愈发聪颖 但修为始终卡在半步大妖精 不得寸进 直至他察觉 肉身气血滑落 修为不稳 为了晋升大妖精 老狼王率领族群 攻伐了一只大妖 那一战 其族群损失过半 老狼王自身遭受重创 修为跌落至妖精后期 虽然没有斩杀那只大妖 但得到了其守护的一枚增益血脉的宝药 没有出现意外 老狼王驱使狼群裂来众多血食 当天就吞噬了那枚宝药 在宝药 血食推进下 老狼王神魂 血脉蜕变大半 就在其牵引天地灵气洗炼肉身时 积蓄数百年的暗伤突然爆发 反噬之下 不仅没能晋升大妖 修为更跌落至妖精中期 后被狼群反噬 驱离出走 游荡于万重山脉外围 寻找灵雾 维持如腐朽破筒般的肉身 再之后便是李长生与蓝彩神 谈虎出遇到他 而老狼王之所以能在血肿侵蚀下 还保留灵慧 一是他那几近大妖般坚韧神魂 二是天赋神通 两者相加 万灵血一是侵蚀不得 一句拥有灵慧的血傀儡 不知道创造出法术血傀儡的那位老祖手下 有没有这种一类 李长生回想着 关于血傀儡的信息 心中觉得 大概率是有的 毕竟以那位老祖的修为 抓些大妖试验法术 应该不算难事 只是预见中只记载 有一只血傀儡成长至比拟到击初净修士 那大妖呢 可惜记载的信息模糊不全 也没有关于那只血傀儡是因何净生 李长生微微摇头 要是那位老祖没有消失 以其境界 血傀儡这道法术 说不得能蜕变为神通 当然 他也只是有些惋惜而已 要是血傀儡真的蜕变为神通 他是否敢修行 还不言定呢 回过神 李长生看着老狼王 目入思索 以他堪比宁脉顶峰的修为 加上万灵血躯体的独特性 还有神通融风入体 能不能抗衡 修有小神通的修士 如果可以 那么他就要思虑 如何脱离环山灵地 杂峰没有得到灵直传承 蓝彩神忽变的态度 还有他自身真传 陪式身份 后续会如何发展 李长生不知道 但他知道结果一定不会太好 他现在就好似杂峰捡到的一个宝箱 其主人是陆臣 开启的钥匙则在灵直伍麦手中 因宝箱材质非凡 杂峰又有几分把握 宝箱会开出好东西 可偏偏要是不在他手中 加之主人又可能随时会归来 把他要回 试问 如果李长生是捡到这个宝箱的人 会如何处理他 是卖与灵直伍麦 还是先深藏起来 日后给他换个主人 再图谋药身 不论哪一种 宝箱仍旧只是宝箱 他的未来始终是有主的 而唐虎交由他御寿师传承 不论他说得再好 也只是相当于换汤不换药 本质还是那样 李长生想要跳出身份 只有先把所属他人的烙印消除 再想办法打开宝箱 或者改头换面 前者宝箱大开 可应众人试着进去掏一掏 能否有好处 不就看这个宝箱如何定夺 虽然最终还是宝箱 可亏是宝箱的人多了 不论他们如何勾心斗角 想要更多好处 但不会有一人想要砸烂宝箱 也没人会允许他人如此做 这不就相当于 护着宝箱的人多了 而改头换面有好有坏 好处是他无需担忧他人亏是 坏处是 假如青阳宗人四群狼 他由不需吃东西的宝箱 转化为狼 饿了想要吃肉 避免不了与其他狼争抢 其中危机后果难料 李长生心中倾向前者 并且还想试着再打造一口宝箱 引来更多的人 待以后 宝箱本身足够坚固 便可着手奴役 或者驱使野兽驱赶窥视的人 可不论选择哪种 前提条件便是 先要把其上属于他人的烙印抹除 内门大笔 李长生心下决定 他不想成为狼 与青阳群狼抢肉 惹得一身血 他要做那个铲食 最后成为喂食的那个人 就在他思虑间 老狼王转醒 金银血同名显明亮许些 扭身走到李长生身旁 蹲坐不动 李长生回过神 看着老狼王 问道 你记忆中 除了堪比大妖的修士 可还有什么修士 让你敌不过 或者势均力敌 老狼王目光闪烁人性化的思索 熟悉后 一道血丝自他身躯延伸而出 李长生伸手触碰在血丝上 四毒取玉剑 一股陌生记忆涌入脑海 记忆中 老狼王正直巅峰 虽然天赋法术没有晋升神通 但也可展开虚项 与他或者说 与狼群交手的 是一个身穿轻袍的青年 骑台手间 周身凭空凝聚万千火焰剑矢 一只只狼兽 被骑洞穿眉心而亡 其中妖精的狼兽 虽然能用天赋法术 或肉身硬抗火焰剑矢 但青年好似可以汇聚 无穷无尽的火焰剑矢 不过多久 妖精狼腰 也或多或少带上了伤势 消磨青年片刻 老狼王伪装为 一只普通狼腰 进到青年身旁 刹那间 恐怖虚项凝结成形 携带着密密麻麻丰刃的爪子 狠狠拍在了神情错愕的青年身上 其周身护照 只维持一息便被撕碎 紧随着狼爪落下 其肉身轰然炸碎 就当老狼王以为杀死这青年时 方圆千米范围内 忽然涌现滔天烈焰 只一瞬间 便有数百只狼兽葬身其中 而后老狼王身后 浮现一道庞大身影 一击便洞穿了虚项 在他脊背撕裂开一道争宁伤口 火焰汇聚凝行 青年再现 他没有继续攻伐 看了眼中伤的老狼王 与汇聚前来的狼腰 化作红光冲天离去 而后记忆中 还有数个修士与狼群交手 法术信守年来 威士仅次于青袍青年 但他们只是试探一番 便化红离去 消化完记忆 李长生睁开眼 陈寅道 以你现在的实力 能否胜过那青袍修士 老狼王思索了下 轻轻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见他如此 李长生琢磨了下 说道 打得过 杀不了 污老狼王点点头 污咽一声 李长生脸露笑意 其余修士不说 从记忆画面中可以看出 那穿着青袍的青年 被老狼王偷袭之下 不仅为死 转而还重创了老狼王 观其玉石火焰的手段 绝对修有火属小神通 就是不知其所修神通品及为何 晋升内门前十最低要求 便是修有一道小神通 但杂修一脉 似乎更难一些 蓝彩神修有中品小神通寒川 也差一点晋升后补真传 李长生面露沉思 老狼王虽然具有更加完整的天赋神通 但因肉身转化为万灵血躯体的关系 威力削弱很多 他也不曾见识过小神通威力 无法衡量老狼王现今实力如何 李长生心中微动 要不找个修有小神通的修士试验一番 但随即 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灵地中可能修有小神通的 只有巡逻位的罗芳与灵天殿的梁金梁 如果找他们试验 不亚于告诉杂丰他 虽然修为是宁脉初期 但实力却堪比宁脉顶峰的修士 徒增一变 想了想 李长生驱散脑中杂念 看着蹲在地上的老狼王 吩咐道 看顾下铁皮熊 血柴两腰 尽量不要让他们死于妖兽手中 顿了顿又道 其他时间帮我狩猎些妖兽 说着 他取出一只容量较大的储物带地给老狼王 会使用吗 老狼王身躯延伸出一道血丝 接过储物带 拖拽入身躯 对着他点点头 旋即化作一道血光钻出门飞 融入寒风 消失不见 李长生患出大聪明 吩咐他去厨房做饭 他则来到院中 悠然打起了拳 与之前不同 打拳只是为了活动筋骨 并没有什么作用 如今他练体出城 随着身躯活动 体内气血涌动 卵翼流转全身 皮肉筋骨在血气滋养下 缓慢增强 斩查时间过去 呼 李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压下体内躁动的气血 挥手驱散周遭热气 看了眼须须干饭的小花一家 扭声回转了木屋 吃完饭 回到三楼 沉浸于修炼之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 马荣 懂姚夫妻离去前 再次前来拜访他 李长生留几人吃了顿饭 交给马荣一枚预检 一个零售袋 让他带给李胖 预检内记载的是法术五毒练灵法 灵兽袋中装有五只一阶上品重制 其中有之前他练化的重制 还有小白挤腰 在万重山脉捕捉的重制 且为了方便李胖练化 都被他下了灵力禁止 送走几人 李长生照料灵田之鱼 全身心沉浸入修炼中 有小白挤腰 还有老狼王送来的灵兽 妖兽 九首眼灵魔躯 进步飞速 体魄愈发强健 血气愈发浓厚 灵力修为也不曾耽误分毫 淬炼灵脉 有条不紊的进步着 两个月后 小院木屋三楼 呼 李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睁开眼睛 目光凝视自身 目标 李长生 寿元 29360 修为 一进中期39% 功法 九首眼灵魔躯 一九 血脉法术 控水 容风入体 炼体只要资源足够 修为进展确实堪称飞速 在小白挤腰供养下 李长生炼化了大量灵兽精血 不过两月时间 炼体修为便突破至一进中期 而随着炼体逐步增强 他的身形也不再像之前那般销瘦 李长生念头微动 驱散了面板 脉步走下床 踏 来到窗户前伸手推开 浸凉湿润的微风吹拂而入 屋内砸起顿销 若目看去 天地间多了一抹绿意 李长生伸展了下身躯 目光呼地看向天际 轻笑道 来得倒是快 说吧 扭伸向楼梯走去 念头吩咐厨房忙碌的大聪明 去门口迎接来人 回到一楼 便见大聪明带着马荣 四海耽搁的方管事 还有一个高瘦女子走来 方管事还未走近 便拱手笑道 近年未见 李灵直师修为愈发惊身了 李长生走到门口 目光在方管事身旁的女修停顿了下 对马荣微微点头 打量了下方管事 笑道 我官方管事修为 也不如练器十二层 想必不日便会突破宁脉境 方管事摇头道 哪里会那么容易 符合晋升的一种灵机难寻啊 说着不容易 可其圆润的胖脸 都笑得挤在一起 几人进入木屋 落座后 客套几句后 方管事没有急着要 李长生催熟灵药 认真打量了李长生几眼 惊讶到 李灵直师可是修成九手眼灵魔区了 坐在其身旁的女修文言 诧异地看向李长生 李长生也没有隐瞒 摆手道 出城罢了 见他承认 方管事真心感叹道 不愧是李灵直师 天资卓越不凡 九手眼灵魔区的传承 郁简虽然卖于李长生 但四海商会 也刻录了这道传承 譬如 上次与方管事 一同前来的供奉仇余 其本就是体修 也兑换了这道 直指三进的体修功法 欲要转修 因他坐镇杂风于四海单格 方管事时常接触 偶尔听他讲起九手眼灵魔区 说其繁杂难修 需要的资源 比他现在修行的链体法门 多出多倍等等 近一年时间过去 也没听说他转修成功 李长生笑笑没有说话 方管事惊叹过后 脸上涌出笑容 李灵直师 要不要购买一些蛮兽血合 有其注意 链体必然静静极快 李长生微微摇头 多谢方管事 这个就不用了 说着站起身 笑道 不耽误方管事时间 现在就去收割凝神花吧 方管事尝到了凝神花的甜头 有些不甘心 跟在李长生身后 劝说道 血合可谓是炼体质宝 李灵直师当真不需要 李长生委婉拒绝道 在下炼体 只是兼修 这 方管事顿时语色 神色变化不停 心中琢磨着 该如何预定下一年的凝神花 一行人 很快便来到 种植凝神花的灵天前 李长生目光扫尸一圈 带着大聪明 迈步来到灵天中央 在三人注视下 不过片刻功夫 一株株银灰色花朵 以李长生为起始 似水浪般 向着灵天边际扩散 方管事顾不得思索 该如何劝说李长生 迈步走到灵天边 逐一查看起凝神花品质 这一看之下 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与上次凝神花 进阶上品不同 这一亩凝神花中 大约三成为中品品质 方管事没说什么 迈步走到第二亩灵天 很快 三亩凝神花进阶绽放 方管事项查完后 心中松了口气 第二亩凝神花 只有不到一成为中品 第三亩凝神花不到两成为中品 虽然与他期望中的略有差距 但如此也能交代上去 方管事页看出 为何凝神花品质参差不齐 压下心中不满情绪 走到李长生身旁 拱手笑道 还要麻烦李灵直师帮忙收割 好说 随后三人便开始收割凝神花 因为李长生签订的是三亩凝神花 进阶交付 所以这次便没有留下百株凝神花 作种 待收割完毕 李长生看着空荡的灵田 扭头对方管事问道 方管事可售卖凝神花灵种 方管事微冷 诧异了看了眼李长生 点头道 卖 李灵直师需要多少 李长生想了想 说道 足够种植四亩灵田就可 好 方管事点头应下 玄机说道 不过李灵直师需要等待些时日才可 李长生微微点头 扭身脉步向上品灵田方向走去 方管事点珠转动 把装有凝神花的储物 交给身旁的女修供奉 脉步跟了上去 李长生感知到几人跟来 没有说什么 来到上品灵田边 李长生瞥了眼七珠寒颜花 目光落在一丛丛 通体碧绿的地灵根上 脉步走到灵田中央 在三人注视下 一丛丛生机盎然的地灵根 突然染了一抹枯黄色泽 不过树西 所有的地灵根 进阶化作一片枯黄 微风拂过 枯黄叶片滑落 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 140多株地灵根 方管事目光扫过 一丛丛干枯的枝干 脑海念头翻涌 想着该如何从中奋一杯羹 见李长生醒来 马戎走进灵田 帮忙收割地灵根 方管事脸上涌现笑容 也忙迈步走了进去 李长生对着两人微微点头 伸手抓住一丛的 灵根光秃的枝干 用力拔出 泥土翻涌 灵雾涌现 地灵根果实如拇指般大小 通体暗黄似玉 仙尘不染 阳光照耀下 每枚果实内 具有水珠流转 有的只有一滴 有的有三滴 不易而足 马戎 方管事也相继拔出一丛的灵根 因为采摘地灵根果实 无需顾忌什么 两人伸手直接把其上果实录下 装入准备好的浴盒 枝干随手扔在灵田 随着一丛丛地灵根被几人拔出 屡屡灵雾涌翼而出 不远处的灵田中 严少元 徐丽 好月桂眼睁睁看着灵雾腾空 随风飘散 巨事有些痛心 这些灵雾要是给他们吸收 修为定然能涨幅大捷 可吸引井规的关系 他们也只能眼巴巴看着 直至灵雾消散 三人对视一眼 扭声个忙个的去了 上品灵田 李长生收起两人采集的地灵根果实 回到灵田边道谢一番 玄机邀请道 师兄 方管事喝杯茶水再走 马荣自然不会拒绝 好 多谢李灵直师 方管事正想着 怎么分润些地灵根呢 忙不迭地印了下来 稍等 李长生对几人微微点头 脉步走入另外半亩灵田 检查了下七株寒颜花 目光凝视 目标 寒颜花 二阶下品 32% 药效 炼灵养脉 状态 健康 还需半年时间成熟 李长生扫过信心 念头微动 驱散了面板 走出灵田 带着三人向木屋走去 方管事业神 不时瞥向七株金若琉璃般的寒颜花 心中对其也是垂涎不已 可他知道 寒颜花属于蓝彩神 交易不得 李长生不知他的心思 回去的路上 心中想着 等谈虎回返 询问下蓝彩神何时归来 他也好提前收取属于自己的寒颜花 他可不想与愿跃商会的契约到了 交付不出寒颜花 攻其驱使十年 一路无话 几人回到木屋 落座后 李长生吩咐大聪明倒茶 目光看向马荣 笑道 师兄可带回灵众 交给梁之士了 马荣点点头 苦笑道 听师弟一说 我可不敢耽误分毫 生怕出什么意外 说着 他取出一枚玉剪 递给了李长生 这是你又没托 我转交给你 麻烦师兄了 李长生接过玉剪 到了生谢 没有急着查看 收入了储物袋 这时 一旁的方管士 有些坐不住了 他又不是真的 为了喝一口茶水 目光看向李长生 拱手道 不知李灵之士 可否售卖地灵根 随即又忙补充道 或者置换为 其他灵丹灵物也行 李长生沉吟了下 笑道 在下需要些补益气血 疗伤的丹药 不知方管士可有 有 有 方管士眼神一亮 想都未想 便说出数种丹药名称 并介绍了下棋作用为何 李长生略做考虑 便说道 血连丹要百枚 玉缠丹要三十枚 再加上四母凝神花灵重 需要多少灵石 他看向脸露喜色的方管士 笑道 日后说 不得还要麻烦方管士 可要给我便宜一些 文言 方管士拍着胸脯 保证道 绝对让李灵直师满意 他想了想 出言道 二阶下品血连丹 价格3100零石 二阶下品玉缠丹 价格3600零石 而宁神花灵种品质 从高到低 初代3010一枚 二代3010一枚 三代3010一枚 四代30零石一枚 五代3010一枚 方管士笑呵呵道 不知这个价格 李灵直师可满意 李长生神色微棚 惊讶道 不同品质的灵种 价格差距那么大吗 这一下倒是让方管士惊讶了 似乎是奇怪 他怎么会这么问 他解释道 内蕴药力虽有差距 但更多的是 因一株宁神花 可遇15至20枚灵种 且玉种六代之后 品质才会降低 玉种十代后 才会跌落品阶 因此 三代以上的灵种价格 才会如此高 像李管市上次种植的 便是六代灵种 这次种植的 应是其玉种的七代灵种 方管士笑道 如果李管市 想售卖灵种 那可以选择三代以上的灵种 如果只是用于种植 五代灵种便足够用了 毕竟珍贵的是灵殖师 灵田 还有野生灵药 说到野生灵药 我见李灵殖师灵田中 种有数株野生灵药 其中 还有一株阴爪花 具有300多年药力 很有可能晋升为中品 届时 价值可翻了不止十倍 哦 李长生微微哑然 没有多说什么 陈寅道 那就要四母五代灵种 方管事算一下 灵丹与灵种 我以地灵根相抵 需要多少株 方管事犹豫了下 问道 一株地灵根给李灵殖师 坐价21000灵石可好 见李长生点头 方管事脸露笑意 马上说道 灵丹与灵重的总价 是425200灵石 我坐煮给李灵殖师 免去5200灵石 只需20株地灵根便可 李长生笑道 那就多谢方管事了 两人签订契约 李长生自处物带中 取出二十只玉盒 交与方管事 问道 方管事可有介绍野生灵药方面的预检 有的 方管事心中颇为高兴 翻手取出一枚预检 直接赠予了他 李长生谢过后 也不着急看 与几人闲话起来 斩查时间后 几人出言告辞 临走前 方管事向他承诺 最多一月时间 便把灵丹 灵重送来 李长生目送几人离去 扭身回返了木屋 坐在椅子上 取出了李帕托马荣带来的预检 抵在眉心查看 预检中 是李帕留的信息 除却关心他的话语 大部分都是讲述家中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他身边又有什么事发生 都是一些琐碎小事 去世 最后 则是关于秦兰 秦月 还有董瑶一家三口 秦兰 秦月进入了宗门外院 董瑶一家也安顿下来 在外门租中了吉姆林田 消化完信息 李长生收起预检 脸上露出柔和笑容 轻笑道 这丫头 随即取出方管是赠女的那枚预检 抵在眉心查看 片刻后 李长生收起预检 面露恍然 据预检内记载 野生灵质与初代灵质 除了内孕药力差距外 最大的不同之处 便是野生灵质成熟后 其内蕴含的药力 会随着时间流逝愈发浓厚 年复一年 甚至可以突破自身阶级 而被育种而出的初代灵质 成熟后 药力不会再增长 方管是口中阴找花 具有三百多年药力 意思便是 这株灵药 积蓄了三百年药力 至于他所言的晋升中品 不过就是一玩笑 灵药晋升品阶 可非常困难 如此看来 野生灵质 恐怕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贵重 想到这 李长生念头微动 小圆围墙上 一只红翼血竹振翅飞起 直奔门前不远的灵质 最后落在了一株形状四阴爪的 花朵下方 做完这些 李长生取出记载预售诗 传承的预见 抵在眉心 与脑海中的记忆对照揣摩起来 时间转瞬即逝 三日后 木屋三楼进修的李长生 神色呼得微动 缓缓平复下体内气息 下了床榻 脉步走下楼梯 来到院中 李长生看着半空中 那艘略险残破的非洲 微微皱了皱眉 难道出事了 很快 非洲便落了下来 一身悬疑紧浮的谭虎 从中跃出 非洲灵光涌翼 化作巴掌大小 飞入了他袖口中 李长生感知到谭虎紊乱气息 盲问道 师兄这事 谭虎摆摆手 大咧咧道 没事 回来的路上遇到个毛贼 被我顺手料理了 小毛贼 李长生愣了下 出言赞道 师兄威武 进入木屋 落座后 不用他询问 谭虎取出一只玉盒 放到了桌上 咧嘴笑道 师弟的三十万零食 还有一百七十株 宁神花 我全都给你换为了血盒 因为受潮原因 血盒价格比平时还低了一成 堪比炼气修饰的蛮兽血盒 一颗六百至八百零食 堪比宁脉初期修饰的蛮兽血盒 一颗六千至八千零食一枚 至于堪比道基修饰的蛮兽血盒 谭虎没说 那等境界蛮兽的血盒 单以零食衡量 就要百万以上 更何况 就算有零食 也不一定买得到 谭虎指着玉盒 咧嘴笑道 其中有堪比炼气净修饰的蛮兽血盒百颗 堪比宁脉初期修饰的蛮兽血盒五十颗 还有一颗堪比宁脉中期修饰的蛮兽血盒 嗯 李长生眼神微亮 拿起玉盒 伸手打开 映入眼帘的 是密密麻麻的血红金石 其中多数金石 只有米粒大小 少数金石有藻和大小 还有一枚足有樱桃般大小的金石 李长生伸手拿起樱桃大小的那枚血盒 打量起来 其触感温热 通体圆润无瑕 握在掌心 能感受到 其内蕴含着的一股庞大能量 李长生把玩几锡放回玉盒 拿起一颗米粒大小的血盒 灵力涌现 洗去其污垢 在谭虎惊讶目光中 放入了口中 血盒入腹 李长生念头微动 九首眼灵魔躯 根基法图运转 他只感觉腹部一热 一股温热如洪流般涌出 体内血气仿佛闻到血腥气的鲨鱼 大口蚕食着腹部涌动的热流 片刻后 呼 李长生轻说了口气 感受着肉身在血气滋养下愈发强健 目光凝视自身 修为 一进中期41% 见到修为变化 他脸上不由 露出些笑意 一枚血盒 便增进接近两点修为进度 要是炼化完后面九十余颗血盒 说不得炼体修为 便能推进至一进巅峰 就算后面血盒 效果降低 他还有小白几要狩猎的灵兽精血 弹虎见他回神 出声问道 师弟 你这是修行了炼体法门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李长生轻轻点头 笑道 辅修而已 这也好 弹虎本想劝解 但想到李长生的家底 摇了摇头 叮嘱道 不要耽误灵力修行 这时他也明白 李长生为何让他帮忙购买血盒 原以为他是为了滋养肉身根基 没想到 却是修行了炼体法门 弹虎想了想 说道 正好这次坠心之地受潮 血盒繁多 借着这次机会 师弟可多囤积些血盒用于修行 这也是我为何麻烦师兄 再毁返一趟灵地 李长生笑着点头 取出一只储物袋 放到桌上 里面有125株地灵根 其中有师兄20株 余下的全部换作堪比 您迈进修士的蛮兽血盒 好 弹虎点点头 随即又摇头道 二十株地灵根太多了 见李长生要说话 他摆手道 沾湿地的光 十株便足够多了 见弹虎神色认真 李长生微微点头 没有再劝说 反而问起了他关心的另外一件事 师兄在坠心之地 可见到了蓝师兄 正在想着 找伞修购买血盒的弹虎 听到他询问 不假思索道 看到了 他与于都 还有一位杂修一卖的佼佼者 占据了坠心之地门户旁的一块地盘 李长生心中微动 差一道 师兄为何不与蓝师兄一同 弹虎脸上露出不差表情 自嘲道 我修为虽是宁脉后期 但后期与后期之间的差距 比宁脉初期与后期还大 似乎是说及了心事 弹虎滔滔不绝地给他解释着为何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小神通 宁脉后期剧不具备小神通 不仅战力差距极大 潜力亦是如此 与蓝彩神一同的余都 还有那位杂修一卖的佼佼者 都身居小神通 弹虎虽为宁脉后期 但没有宁脉出自己的小神通 就算他帮着蓝彩神忙碌许久 但依旧挤不进气圈子 弹虎端起茶杯猛灌了一口 咧嘴笑道 与其加入其中任人驱使 还不如自己独身一人来的畅快 李长生知道他心中不差 初言安慰道 师兄未来必定也会凝聚出 属于自己的小神通 啊 弹虎面色微僵 搓了搓脸 苦笑道 能凝聚小神通的 无不是天资横溢 师弟也太看得起我了 李长生不想在这个世上纠结 话音一转 好奇问道 师兄可知小神通威力如何 顿了顿补充道 我曾听蓝师兄提及 小神通之间也分品阶 上次内门大笔 他便因小神通寒穿品阶略低 惜败于陆尘手中 是有品阶之分 弹虎点点头 翻手取出一枚玉剑放到桌上 见他疑惑目光 脸上闪过一抹怪笑 解释道 你不是想知道 小神通威力如何吗 玉剑内记录的 便是蓝师兄与陆尘交手的场景 一看便知 多谢师兄 李长生没有注意到 弹虎怪异表情 到了声谢 拿起玉剑底在眉心 恍惚一瞬 一处四面环山 中央广阔的庞大平台 映入他心神 他的视角位于平台上空 可以清晰看到 在庞大平台周遭 最少有数万名 穿着各色服饰的修饰 还有数名表情各异的修饰 盘坐于法器 真情之上 不等他仔细查看 一道苍老声音响起 受魂一脉露尘 杂羞一脉蓝彩神 见两道流光 顿入平台 李长生心中一阵 驱除脑海中杂念 认真观看 顿光散去 露出穿着蓝袍 神色柔和俊美的蓝彩神 在他对面 则是一位穿着暗青长袍 身形瘦靴 神情冷冽的青年 李长生心道 他便是露尘吗 两人没有言说 当即便动起手来 只见蓝彩神长袖挥动 一道森白锋芒 自其袖口电射而出 凌空化作一道璀璨光芒 直奔露尘而去 而后便见他手掐发掘 周身迅速凝聚出 一颗颗拇指大小的堪蓝水珠 露尘面对电射而来的 璀璨流光 不仅没有丝毫慌乱 脸上还露出一抹玩味表情 在璀璨流光落下前 挥手拂过 身前凭空凝聚出一道幽暗屏障 下一瞬间 枪璀璨流光 轰然落在了屏障上 随着一声巨大嗡鸣 刺目灵光汹涌爆发 而后灵光中接连响起暴鸣声 这便是宁脉后期修饰交手吗 还未动用小神通 就有这般威力 也不知预见如何刻露的 李长生能感受到 那灵光涌现的磅礴能量 每次暴鸣响起 都引得他心神颤动一瞬 足足持续数个呼吸报鸣声才消失 灵光散去 露出一道四万般倒扣在地的幽暗护照 其上插着一把三寸长短 五柄 前后巨势渐渐的怪异法器 可以看到 幽暗灵光正在缓慢侵蚀着 那怪异法器永逸的锋芒 另外一边 蓝彩神手中法爵已然散去 在他身前 浮现出一道不过巴掌宽的勘蓝水流 不见其有什么动作 勘蓝水流以不慢的速度 直奔那道幽暗护照 随着距离护照欲尽 不过巴掌大的体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幅 原本堪蓝色泽 也逐渐转为森白 周身涌现白芒雾气 待他距离幽暗护照不到百米时 已然化作一道十数丈长 数米宽的森白河流 白芒雾气笼罩 时影时现 寒川 李长生心神注视 那道森白河流 一股极寒之意 凭空涌入心神 使他思绪凝滞一瞬 这时 那道扣在地的幽暗护照忽然消散 陆尘冷冽面容浮现 在其身后 一条灵甲幽暗的大蛇嘴中 则咬着那把怪异法器 咔嚓 一声脆响 怪异法器上浮现竖刀裂痕 静置灵光闪烁 灵气一散 被大蛇吞入了腹中 随后 便见大蛇体型暴涨 顷刻间化作百米鱼长 獠牙大嘴张开 一团幽暗深邃的光芒吞吐而出 直奔森白河流 两者轰然撞击在一起 哄 李长生心神呼声警照 急寒 沉重 种种浩荡波动 交替浮现于心中 坚持树息 便觉脑海一空 待他回过神 就看到弹虎那张粗狂大脸 咔嚓 李长生低头看去 掌心中的欲剪 浮现细密裂纹 内蕴灵气缓缓流逝一空 他抬头看向弹虎 惊疑道 这是 弹虎诧异地打量了他一番 解释道 这是盗机修士 抓取两人交战契机 从而制作的欲剪 不仅可以看到交战场景 还能切身感受到其威力 师弟闭目回想一下便知 好 李长生点点头 闭上双眼 查看脑海中 涌现的那股陌生记忆 从苍老声音响起 到幽暗光芒 与森白河流碰撞 虽然仍旧能感受到其威力 但没有了观看欲剪时 那般骇人 那般真切 记忆如水 缓缓流逝 片刻后 呼 李长生睁开眼 轻疏口气 神色变幻不定 原本只是听说小神通一词 对其印象 也只限于威力强大 但到底有多大威力 他却始终模糊不明 如今看了这 没有到机修士制作的预解 李长生终于明白 为何谈虎说 宁脉后期 与宁脉后期之间的差距 比宁脉初期 与宁脉后期还大 以他现在 即将踏入宁脉中期的修为 与蓝彩神 路程衡量 此间差距比起鸡蛋碰石头还要大 李长生敢保证 要是与两人对上 不依靠老狼王与小黑挤腰 想要逃跑都是奢望 这时 他也明白 为何蓝彩神态度会如此反复 估计要不是看他在灵职一到的天赋 堪称惊艳 以两者之间的差距 别说以师兄弟相称 恐怕连见一面都难 不幸 看颜绍元 徐丽等人便知道了 而通过观看两人交手 他也大概知晓 清阳宗内门前十的分量 等老狼王回返灵帝 便知其战力属于何极 谈虎见他久久不言 以为他是被两人交手震撼到 殊不知他 正在想着争夺内门前十席位 李长生回过神 摇头叹道 蓝师兄实在太可惜 只差一点便能夺得后补真传位置 是啊 只差一点 谈虎面露古怪看了他一眼 点头附和道 他在现场观看过两人交手 蓝彩神与陆琛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差一点 可以说 陆琛施展出售魂玄元水蛇后 几乎是单方面压着蓝彩神功法 导致他不仅损失一件上瓶法器 就连宁炼的小神通寒川 也遭受重创 两人对视一眼 皆是笑了笑 李长生好奇道 对了 师兄这玉剪是从何处得来 顿了顿又说道 毕竟是道基修士之作 如此奇异 想来珍贵非凡 此花费师兄从地灵根中扣除便是 文言 谈虎面露古怪 在李长生惊讶目光中 取出两枚玉剪 随手放在桌上 大气地说道 这里记录着其他后补真传交手的玉剪 师弟尽管拿去 不用零食 李长生眼神顿时一亮 犹豫到 怎能让师兄你破费 这些玉剪 谈虎白手打断道 师弟不用再说 玉剪没有花费多少零食 随即便向他解释玉剪来源 玉剪是道基修士制作不假 但其实费不了多大功夫 青阳宗每次内门大笔 都会有不少道基修士 抓取其交手契机 制作玉剪向外贩卖 价格也不贵 一枚玉剪只需一千零食 听他解释 李长生也不再客气 挥手收入储物袋 随即询问起 坠心之地的见闻 谈虎整理了下思绪 缓缓与他讲述起 关于坠心之地的消息 在他讲述中 夜幕逐渐深沉 李长生站在院门前 注视着那道略险残破的非洲 直冲天际 待其消失不见 扭身回返了木屋 时间缓缓流逝 眨眼过去三天 老狼王带着装有 树头妖兽尸体的储物袋 自万重山脉回返林地 李长生收取好妖兽尸体 后补真传交手的御检 交给了老狼王 要是换作小黑挤腰 虽然能读取御检 但多半理解不了 但以老狼王拟人的灵会 通过观看 御检中后补真传交手 给了他一个不算好 也不算坏的回复 坏消息是 御检中的两人 他哪个都打不过 好消息是 以两人展露出的功法威力 老狼王虽然打不过 但以齐万灵雪身躯加之神通 想要斩杀他也不可能 以此推断 老狼王的实力 大概是介于修有下品 至中品小神通修士的中间 且还是属于 比较难缠的那种类型 虽然与他期望的有些差距 但李长生也很满意了 等老狼王彻底适应万灵雪躯体 实力大概会提升 至堪比修有中品小神通的修士 再等其他妖兽 蜕变为血傀磊 小黑挤腰成长至上限 加上他自身修为 提升至宁脉后期 内门前十 不说十拿九稳 但也有很大把握 接下来该考虑如何驱除印记 送走老狼王 李长生低头看了眼左臂 扭身回返屋内 接下来的时间 他白日吞服血河 炼化妖兽精血 晚间吞服血魂双属灵雾 万明显 淬炼灵脉 余下闲散时间 除了揣摩玉兽师传承 在几道法术间 犹豫良久 选择了修行凝血化剑 陨神刺威力固然强横 但射击神魂 不仅慎可不行 李长生准备修为 晋升宁脉后期再行休息 届时 他神魂增强数倍 风险无疑降低许多 当然 脱流管事购买的宁神丹 运灵丹也不会浪费 至于白鬼陆生徒 待修成宁血化剑后 便可着手修行 时间一天天过去 李长生除了每日 给寒颜花浇灌生命灵机 便没有出过门 全身心沉浸于修行中 感受到肉身 灵力 法术一点点变强 让他欲罢不能 半月后 方管事派人送来血连丹 玉缠丹 还有四亩宁神花灵种 并交由他一封信件 信中所提 还是为宁神花 并以上品法器相用 李长生没有理会 种下三亩宁神花 催崖后再次沉入修行 又过去半月时间 罗芳 梁直士 相继派人送来上品灵种 李长生变得更加忙碌了 他没有骗罗芳 为了避免灵种夭折 确实需要以生命灵机 酝养些时日 只是用不了半年那么长 随着时间过去 他炼体修为进展飞速 体型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强壮 要不是有灵力压制 早就变为如弹虎那般大汉 因为没人打扰 他所发生的变化 也无人看到 时间如流水划过 半年后 木屋 三楼 呼 李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杂气 睁开了眼睛 感受着自身强健体魄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目光凝视自身 目标 李长生 瘦元 3360 修为 一进后期99% 功法 九手眼灵魔区 一 九 血脉法术 控水 容风入体 炼体修饰 不愧为豪富才能修行 李长生手中 堪比炼气静的血核 消耗了七七八八 灵兽精血 也炼化数十头 这才修行至 一进顶峰 当然这与他修行的炼体传承有关 直至三进的炼体传承 需要消耗的资源 比低阶功法更多 近生炼体二进 该炼化什么妖兽精血 李长生念头微动 驱散了面板 面露沉思 一进炼化的根基 是小青的反阻血脉 二进 他也不想太过将就 可他手中除了小青外 小白 小木头 都是反击血脉 不做考虑 老狼王虽是零售血脉 但没了肉身 精血自然也不存在 小黑与森罗花妖 为一种血脉 但其天赋神通不适合 也不做考虑 就在他思索时 院门外传来一道呼喊 李管事 紧归前来拜访 李长生回过神 感知迅速扩散而出 两道异常显眼 气息浮现于脑海 来得倒是快 对于紧归来访 李长生没有丝毫意外 早在半月前 他便来过一回 倒不是找他什么事 而是因为种植的三亩灵药 即将成熟 严少远等人 虽然只是半掉紫灵直尸 但眼光还是不差的 虽不能推断玉之果 地灵根 千丝同具体成熟时间 但也能估计个大概 李长生没有让两人等待多久 迈步走到院中 挥手打开院门 李管事 紧归因为需要他催熟灵直 表面上倒是很客气 见过大人 跟在他一旁的严少远 更不敢拿大 连忙恭敬行礼 李长生看了两人一眼 懒得客套 敷衍得拱了拱手 淡淡到 三亩灵直都可催熟 现在收割 那就麻烦李管事了 紧归心中 亦是不愿与他来往 忙不迭地点头硬下 李长生点点头 迈步向中品灵田方向而去 就在几人快要到达中品灵田时 徐丽 好月桂两人快不敢来 恭敬行礼后 跟在后面 来到灵田边 李长生也没有废话 迈步进入灵田中央 蹲下身 手掌按在灵玄上方 似碧玉般经营的生命灵机 自他掌心流液而出 灌入灵玄 严少远几人站在灵田边 脸上巨事露出兴奋之色 时间缓缓过去 银白如玉的玉枝果散盖中心 那抹青碧之色 缓缓凝结为 一颗小拇指大小 四路珠般通体碧玉的玉珠 缕缕玉零雾自玉枝果内涌出 随之一股浓郁药香 随风飘来 紧归感受到三人看来的目光 摆了摆手 去吧 多谢大人 严少远 徐丽 好月贵脸露喜色 躬身行礼后 各自在田耿找了一个地方 盘膝而坐 吸纳灵之易散的灵气 要立 灵田中 李长生直起身 迈步向下一亩灵田走去 不过片刻功夫 一亩地灵根进阶催熟 枝叶掉落 化作枯黄之色 看了眼 以玉板采摘玉枝果的四人 李长生扭身来到种植千丝桐的灵田 看着一颗颗随风摇晃的拟人眼球 李长生眉头轻皱 心中犹豫 要不要再种下一批血种 但想了想 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随着他修行神魂法术 对于神魂了解见多 顾虑也变得更多 神魂强大是他的优势 也是他敢遇使这么多灵虫 妖兽而不担心反噬的原因 要是因为血魁磊 使得神魂禅弱 留下隐患 那才真是得不偿失 李长生摇摇头 脉步走到灵田中央 蹲下身 掌心按在灵玄上方 不知许久 熬李长生脑海再次响起哀嚎声 随着一声声七粒嚎叫接连响起 一道道清凉气流顺着灵玄逆流而上 涌入脑海 种种幻想浮现 有种植稻米的农户 也有侧马奔腾的少年大汉 还有着甲持刀的士兵 与上次略有不同 碎片化的记忆 在李长生脑海接连闪过 不仅没有让他感受到痛苦 反而愈发清明 待他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 一颗颗胀大一圈 刘逸嫣红鲜血的闭合瞳孔 尽管场景诡异 但李长生心中没有丝毫波动 收回目光 默默感受了一番 吸纳了千丝同刘逸的要力 心神虽有增长 但与上次暴涨三成不同 这次涨幅还不足一成 李长生也不失望 随着他修为增强 神魂自然水涨船高 千魂四溢散的要力 能让他心神增强接近一成 已经很不错了 以我的神魂强度 涨幅都这么大 那其他灵芝师 估计会更多吧 李长生略微思虑 便抛到了脑后 转身走出灵田 向着上品灵田方向而去 见他离开 仅归皱了皱眉 在看盘做吸纳炼化灵气要力的三人 心中顿时有些不耐 可良只是吩咐他 借此给三人个甜头 他不好打断 上品灵田边 李长生看着七珠金银 如琉璃玉石般的寒颜花 目光凝视 目标 寒颜花 二阶中品 76% 药效 练灵养脉 状态 健康 过去半年时间 在他催熟下 寒颜花只剩不到一个月时间 便会成熟 寒颜花 蓝彩神 李长生注视片刻 脉步走到灵田中央 蹲下身 灵力涌动 灵土向两侧翻开 熟悉后 一枚托付于灵悬上 通体赤红 遍布点点金斑的欲求 映入眼帘 感受到陌生灵种内 蕴含的浓郁生机 李长生脸露笑意 手掌触摸在灵种上 生命灵机涌易 掐断了 他与灵璇的连接 取出之前承载寒颜花 要力的浮屏 把灵种收入其中 贴上风灵符 收入了储物袋 李长生挥手掩埋好灵土 掌心再次按在灵璇之上 屡屡蔽玉般的生命灵机 涌入灵璇 在他有意控制下 流转了其中一株寒颜花内 带其宝盒 李长生站起身 看了眼被他特殊照顾的寒颜花 扭伸走出灵田 向小院方向走去 以往为了寒颜花 不会被生命灵机童话哭死 三日催熟一次 但为了在蓝彩神归来前收割一株 他决定一日催熟一次 好在寒颜花即将成熟 如此频繁催熟 也不会置气哭死 最多就是成熟后 要力弱了些 但也足以应付逾越商会的人 想到愉悦商会 李长生眉头轻皱 他自阳管市购买的神通传承 残缺不全 根据他所言说 余下部分必然也在他们手中 神通 一道诡异神通 换作别人 可能会远远躲开 但他有金手指傍身 完全不怕 如此 神通残缺部分 他自然垂涎 李长生念头翻涌 压下心思 瞥了眼正在小心收割着 千丝童的颜绍远等人 脚步不停 很快便回到小院 唤出大聪明 吩咐他去厨房做饭 李长生坐在椅子上 闭目凝神 细心揣摩着法术 百鬼陆生图 法术凝血化剑早在一月前 他便修炼成功 因修有炼体 凝结血剑很是顺利 但凝血化剑毕竟属于二节法术 以一径的炼体修为 只能支撑李长生 凝聚九柄血剑 再多的话会影响肉身根基 他试了嗜血剑 以其劈砍灵力护盾 威力只能说凑合 但好在血剑会随着孕养时间 威力愈发强横 不说孕养三百年 威力堪比顶级小神通 只要孕养几十年 威力便足以一用 也能弥补他短缺的功法之力 在他参悟百鬼陆生图时 外界 锦规在颜绍远等人帮助下 三母林田进阶收割完毕 与几人打了声招呼 便化作顿光冲天离去 颜绍远 好月归也没有多留 看了眼不远处的小院 转身向自家方向走去 唉 徐丽看着远处小院 脸露纠结之色 瞅出片刻 迈不向家中方向而去 随着她距离家中越近 脸上露出柔和之色 脚步更快了几分 然而 当她走到小院不远 听到院内传出的声响 本就电青色的脸变得更轻了 眼露怒涩 快不向院门走去 碰 滚 伴随着碗碟裂声 一道嘶哑的怒骂 自木屋内传出 而后便响起婴孩嘶哭声 徐丽心中怒火再也压制不住 快步走进屋 力声喝道 狗东西 你让谁滚 屋内 碗叠碎了一地 李轻盈脸色有些难看 站在一旁 抱着娃娃轻声安慰着 见徐丽怒气汹汹走来 心中顿时一慌 脉步走上前 徐哥 你 不等她说完话 便被徐丽白手阻止 餐桌座位上 坐着一个脸色惨白 行销古兽的青年 看着神色阴沉的徐丽 眼神躲闪 吕清良还从未见到过 平日老诗人般的徐丽 看着会这么吓人 但为了心中之事 她咬牙硬对地瞪了过去 说话呀 怎么不说了 见她不言语 还瞪眼看来 徐丽心中怒火更盛 自上次吕清良被废 依照她的意思 直接托人送其回凡间 余生享受凡间荣华富贵就可以了 吕清颖虽然有些不舍 但在徐丽劝解下 加上即将出生的孩子 勉强硬了下来 可当夫妻俩把这话说出口 未从打击中恢复的吕清良 直接以死相逼 徐丽挨不过妻子相求 便答应她留下来 准备等她心思回转 再把她送回凡间 起初还好 徐丽虽然不喜这个舅子 但由吕清颖周旋 加上其大部分时间 在散修集市消遣 全当没看到她 可随着时间过去 吕清颖生下男孩 徐丽直接无视了她 吕清颖也对这个弟弟 关注少了很多 虽然仍如以前不时关心几句 但吕清良 再像以前一样讨要零食 变得越发艰难 这让她性子愈发暴躁 像是如今天这般 因为讨要零食被拒 摔碗碟 已经发生过数次 算了算了 吕清颖剑 两人间的火气越来越大 连忙把儿子塞到徐丽怀中 走到吕清良身旁 拽起她的耳朵 就往外走 姐 你 吕清良刚想说话 可话到嘴边 却被一股灵力禁锢 修为被废的她反抗不得 被拖拽出了院门 哼 徐丽见状皱了皱眉 就在她准备跟出去时 忽然感觉胸前一紧 低头看去 儿子两手抓着她衣衫 咧嘴直乐 哈哈 顿时间 她的怒火全消 懒得理会吕清良 转身走到茶桌前 逗猛儿子 院门外 吕清颖散去吕清良体内灵力 狠狠瞪了她一眼 取出十枚灵石 塞到她怀中 怒声道 别跟以前那帮人私混 不等吕清良露出笑意 便听她道 过些十日砸风舟船回返灵地 你跟着回返俗吧 忘记以前的事 我让你姐夫打点一下 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好了 回去吧 做出这个决定 倒不是徐丽劝说 而是吕清颖有些不耐烦了 大半年来 吕清良向她索要了千多枚灵石 用于玩乐 这笔灵石 对于她现在而言 都算笔不小数字 如果放在她 没与徐丽结为道理前 更是堪称天文数字 要是吕清良修为没有被废还好 她相信能把她的性子调教回来 现在她修为被废了 再调教也无用了 吕清颖心中也想报仇 可现实不允许她这么做 为了这个家 也为了孩子考虑 是时候送走她了 听她所言 吕清良心中呼得一冷 回过神 慌忙追了上去 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她哀求道 姐 你可只有我这么一个弟弟 而且 你忘记母亲的话了吗 吕清颖脸色微变 吕清良瞥了眼目院内 顾不得那人说的一步步来 低声哀求道 姐 我不想回房间 再帮我一次行不行 随即便把在散修集市 遇到那人 与她说的话讲了出来 你 听着她所说 吕清颖先是震惊 而后惊骇地看着她 刚想大声呵斥 当话到口中 又迅速压了下去 扭头看了眼院内 低声喝道 你疯了不成 那灵直岂是你能窥视的 你也别走了 就住在家中 带杂风周传回反 你跟着回反俗吧 说吧 不带吕清良反应 伸手拍在她肩膀 灵力迅速灌入她体内 姐 你 吕清良面露不干 刚想说什么 体内灵力忽然震动 打断了她的话 吕清颖小心地看了眼四周 伸手把她推回了院内 木屋内 见她回反 逗弄儿子的 徐丽眉头顿时咒气 吕清颖走到她身前 低声几句 伸手接过了阴海 徐丽神色稍松 瞥了眼面色阴沉的吕清良 摇摇头 站起身说道 我去灵田店找一下警管事 给她找个好地方 说吧 在吕清颖欣喜中 迈步走了出去 带她离去 吕清颖神色呼的阴沉下去 看向站在门口的吕清良 冷声道 是谁让你这么干呢 你知不知道 这么做的后果 不光是你 就是我与徐哥都承受不起 你知不知道 你个蠢货 见吕清良游自沉着脸不语 吕清颖心中更加失望 更加坚定了 把她送走的决心 要是仍旧让她这般闲逛 只不定会惹出什么大事 吕清颖不再理会她 着手收拾地上的碎碟破碗 吕清良冷着脸 扭身走进自己房间 坐在椅子上 神色英质 良久 伸手自怀中 取出一只白瓷玉瓶 想当大人承诺 修补灵脉的灵物与资源 吕清良面露绝绝 时间缓缓流逝 转瞬之间过去半月 夜幕低沉 云雾掩月 静迷夜空下 一道身影鬼鬼祟祟的 自山峰南侧的林中爬了上来 她看了看四周 小心翼翼地向不远处 那灵雾阴晕的上品灵天 缓缓磨去 而她不知道的是 在她爬上山顶的瞬间 不远处的深潭潭水浮现 丝丝涟漪 山顶中央小院 木屋三楼 李长生自修炼中转醒 神色凝重 分神控制藏身于 上品灵天边的妖虫群 下了楼梯 迅速向灵天方向而去 在她全力之下 很快 一道身影出现在她感知中 嗯 李长生神色一愣 心中惊疑 烦人 没有多想 她掩溺身形气息 很快便来到上品灵天边 几乎如同实质般的感知 向着不远处的 那道身影笼罩过去 在她庞大感知笼罩下 那人种种信息 皆涌入她脑海 不是凡人 修为备废 心脏跳动频率过高 神色兴奋 李长生心中有些无语 这人竟敢来偷到灵妖 而那身影没有一点察觉 在她注视下 向灵天方向小心挪移 看着她 愈发靠近上品灵天 李长生面露思索 没有第一时间震杀 在东鹏离去后 灵天殿派遣弟子 在万蛇湖岛屿外驻扎 可不是谁都能上来的 更何况一个凡人 如此看来 这人肯定与景归 颜少园 徐丽 好月桂之一有关系 就在她思索间 李长生心神呼的一动 扭头看向一旁夜空 不过树西 她身旁空间扭曲一瞬 一只牛犊大小 生有双尾 浑身洁白如雪的狐狸现身 就在她眯着眼 想要亲近李长生时 却被一张手覆盖在嘴边 李长生看着愈发靠近灵天的身影 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低头看向小白 嘴巴微动 小白看蓝眼眸先是露出疑惑 但很快便被兴奋填充 轻轻点头 轻盈步伐迈出 身影再次融入黑夜 另一边 那道身影很快 便来到上品灵天前 她看着在灵雾阴晕中 时影时现的寒眼花 眼露出垂弦之色 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伸手自怀中掏出一只玉瓶 脉步进入灵田 刺骨寒意 让她忍不住一个机灵 心神恍惚一瞬 回过神 自怀中取出一张浮露 咬破中指 涂抹在浮露上 一道细微火光闪过 浮露化做一道光芒涌入体内 寒意迅速消退 感受着体内滚滚流动的热流 不敢耽误 快步走到一株寒颜花旁 看着美轮美奂的寒颜花 眼中浮现一抹贪婪 但很快便被狠色替代 伸手打开玉瓶上的木塞 手掌倾泻 一滴褐色枝叶 滴落在花枯朵上 吃白雾生疼 寒颜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很快便化作一滩水渍 做完这些 她迈步走到第二株寒颜花前 手掌倾斜 一株 两株九株 亲手把一株珠珍贵的寒颜花化作污水 使她心情愈发亢奋 但她没有发现 眼中的寒颜花如雾气般虚幻 同时 她也没有察觉 毁坏的寒颜花数量似乎有些多 徐丽 李长生看着被小白天赋 法术迷神控制的青年面容 疑惑疑顺 旋即恍然 自她把管控岛屿的权利交于锦规 与徐丽等人来往见守 但同处山顶 时常看到 眼前青年虽不知和明 但其时常与徐丽一同照料灵田 想来应是其亲朋 不过这些关系不大 别说是徐丽亲朋 就是徐丽来了 这口黑锅也要按在她身上 李长生吩咐小白让她沉于心中幻想 转身走入灵田 目光凝视其中一株 比其他寒颜花稍大一圈的寒颜花 目标 寒颜花 二阶中品 96% 药效 练领养脉 状态 健康 在她开小灶的情况下 这株寒颜花比其他寒颜花成长度多了八点 如今只差四点便可催熟 原本按照她的想法 还需两天才能催熟 而后收割 带蓝采神归来 随便找个借口糊弄下 也不在乎她 是否看出来 但现在有了这么一口好锅 李长生也顾不得提前催熟 会导致药效进一步流逝 左右 又不是她使用 李长生环视四周 迈步来到灵田中心 蹲下身 伸手按在灵悬上 眉心灵光闪烁 掌心流一出 碧玉流光 涌入了灵悬内 不知许久 咔嚓一道仿佛冰晶碎裂的声音响起 只见寒颜花原本圆润无瑕的花孤朵上 突然裂开一道缝隙 而后接连响起数道声响 其上再次浮现数道裂纹 是 屡屡凝弱实质的森白寒气 自花孤朵缝隙中流液而出 而后鲜薄花瓣四连花瓣 一层一层逐渐绽放 哄 直至最后一层鲜薄花瓣绽放 其内积压的磅礴灵气 伴随着浅淡花香凝聚为实质森寒雾气 冲天起 早在一旁等候的大聪明 遵循李长生吩咐 以之前装有水仙泉药力的浮屏 对准寒颜花上方 以阴力强行激活符纹 浮屏浮现莫大犀利 蕴含药力灵力的森寒雾气胸 涌贯入其中 灵田中心 李长生站起身 迈步来到大聪明身旁 顾不得欣赏 这四连台般拖着寒颜的花朵 接过装有药力的浮屏 心念微动 汹涌灵力破体而出 凝化为一张纹理清晰的手掌 抓在寒颜花上 灵力震荡 灵土松动 整株寒颜花 连带着根须被拽了出来 小心收入浮屏 李长生盖上盖子 激活风铃浮风镜 放入一只宽大玉盒 收入了储物袋 看着原地出现的细微孔洞 李长生眉头微皱 扭头看向灵田边手舞足蹈的青年 略微沉吟 白手道 带他过来 小白控制着青年来到灵田中 李长生走到青年身前 伸手点在其眉心 灵力灌入 其体内滚滚热流仿佛洪流 顷刻间便流逝一空 去吧 李长生点点头 吩咐小白控制青年 站在一株寒颜花前 掌心磁平倾斜 一滴灰色液体 滴落在寒颜花上 吃 寒颜花园本堪蓝如流离的枝干 迅速染了一抹灰液 不过几个呼吸 枝干花孤朵 浮现密密麻麻的细微孔洞 积蓄的药力 化作寒气流液而出 李长生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带寒颜花药力流逝一空 枯萎化作一滩水渍 灵力斜裹着坑洞中的一半水渍 挪一道先前催熟的寒颜花坑洞 看着被寒颜花药力侵蚀 脸色铁青 但仍带古怪笑容的青年 李长生淡淡吩咐道 下一株 左右不是他的东西 毁坏起来 他是一点都不心疼 吃 随着第二株寒颜花化作水渍 没有俘虏护身的青年 在寒颜花药力侵蚀下 一扇 皮肤凝结了一层金银冰晶 化作了一尊冰雕 矗立在灵田 走了 李长生感知扩散 确认他死的不能再死了 挥手招呼小白离开灵田 一人一兽的痕迹进阶清除 只留下青年偷来灵田 毁坏寒颜花的痕迹 为了防止后面出现意外 李长生迈步走到深潭旁 把助留其中的小青收入灵兽袋 看了眼灵田的冰雕 带着小白回返了小院 助留灵田的红异雪竹群 也被他换了回来 与小白亲近一会 李长生收好他与小黑 挤腰狩猎的妖兽 送他离开后 扭身回转三楼 盘坐在软榻上 面露沉思 这人为何要毁坏寒颜花 他可不相信 区区一个修为备废的人 有胆子敢毁坏二阶上品灵药 有所动者 必有所求 其背后之人是不想蓝彩神得到寒颜花 还是不想让他得到寒颜花 如果是前者 对他而言关系不大 但如果是后者 有此动机的 也只有与他签订契约的愉悦商会了 李长生眼睛微眯 念头百转 他现在手中有一株寒颜花 交付之后 与愉悦商会签订的十年契约 自然也不复存在 可等他把寒颜花交与愉悦商会 其会不会借机什么事 蓝彩神要是得知寒颜花出自他手中 两人之间的关系 必然会进一步恶化 但好在动手前 他心中也有些衡量 其一便是以自身价值逼迫 让蓝彩神不得不拿出一株寒颜花分享给他 届时 愉悦商会便无法拿此事说话 其二便是以利让愉悦商会 不把寒颜花一事张扬出去 前者几率不大 毕竟寒颜花只剩下四株 但可以尝试下 而后者 李长生对愉悦商会的那道未知神通 可很是垂涎 借由此关系 以三母凝神花又知 说不得能把这道神通纳入手中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知道 不论结果走向如何 有灵直师身份护身 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损伤 李长生压下心思 取出一瓶万民血 吞浮入腹 一边炼化 一边分神运转灵力 淬炼灵脉 说日 徐力如往常一般 吃完早饭 副手走出小院 目光环视四周 修仙者的目力可不弱 山顶本就不大 一眼扫去 尽收眼底 看到远处矗立的 那道熟悉身影 徐力愣了下 旋即脸露惊恐 惊吼道 住手 你要做什么 说着 风一般向那身影奔去 惊慌之中 他还未察觉不对 可随着距离其越来越近 吕清良的身影映入眼帘 他察觉到了不对之处 其面容铁青 浑身覆盖着一层冰晶 分明是死了 徐力难以置信道 死了 带他来到上品林田 看到吕清良 手持玉萍的姿态 瞳孔微缩 目光转向林田 一株 两株四株 数过一遍 徐力只觉 脑海翁鸣作响 脚步狼腔了下 揉了揉眼睛 不敢相信道 不对不对 肯定是我数错了 目光在四株寒颜花上回转 似乎这样能在其中 再看出几株来 可四株就是四株 变不出来 五株六株 徐力身形晃了一瞬 想到可能出现的后果 电轻的脸变得有些发子 回过神 看着动于冰中的吕清良 他脸色呼得变得猙獰 灵力会与掌心 就在这时 一道叫喊声传入耳中 徐力 这是怎么回事 徐力心中顿时一慌 一步迈出 一掌拍在了吕清良头颅 掌心积蓄的灵力喷涌 喷宁结四兵的头颅 怦然炸开 其身躯在灵力震荡下 也出现道道裂纹 摔倒在灵田 仿佛一块冰斑 碎裂成树块 徐力神色变换己顺 扭伸走出灵田 快速向着山顶小路奔去 望着徐力远去的背影 颜绍员与好月桂对视一眼 快步奔向上品灵田 来到灵田边 两人目光 扫过那碎成树块的人 看向了那几株寒烟花 五株 他们对李长生种植的寒烟花 可是很清楚 颜绍员曾经查看其成长 导致一株寒烟花枯萎 为此还付出不小代价 如今七株去三 再看那倒在地上的碎块 出事了 颜绍员与好月桂心中咯噔一下 心中懊悔不已 装作不知道不好吗 来着凑什么热闹 颜绍员压下内心起伏情绪 扭头看向好月桂 苦笑道 怎么办 倒在灵田中的碎块 虽然认不全 但想到徐力反应 他瞬间便明白 这些碎块是谁 那个偷到灵药之夜的吕清凉 而缺少的三株寒烟花 也不言而喻 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月桂收回目光 落下一句话 扭身便走 颜绍员愣了下 旋即恍然 是啊 要找也是找徐力 和他有什么关系 颜绍员瞥了眼灵田 扭身跟着离去 路过山顶中心小院时 好月桂步伐明显快了一些 好似后面有人追赶 回到自家小院 直接关上了院门 而颜绍员则站在小院门外 纠结几夕后 迈步走上前 李大人 木屋三楼 李长生睁开眼 感知扩散而出 院门外 一个模糊 人影符陷于脑海 李长生脸露诧异 他原以为来的人会是徐力 没想到 竟会是颜绍员 挥手换出大聪明 吩咐他引领进来 李长生收拾好思绪 卖不下了楼梯 回到一楼 颜绍员恭敬行礼 见过大人 李长生落座 白手示意他起身 故作疑惑道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颜绍员当即说道 回大人 属下 他把自己在林田所看 还有徐力反应 与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待他讲述完 屋内突然爆发一股庞然气势 颜绍员只觉心头 仿佛压力一座小山 身躯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 好在气势很快消失 不然他可能就要趴在地上了 待他直起身 却发现座位上 早就没了李长生的身影 颜绍员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转身向门外走去 来到院中 看着门口趴着的四肢庞大身影 眼中浮现一抹巨异 小心顺着 另外一边挪了出去 看着不远林田站着的那道身影 颜绍员想了想 觉得卖个好就行了 还是别去出那个眉头 转身向自家小院而去 环山林地中央 距离林田店不远的一座庭院 管事大人 救命啊 屋内静修的警规 听到院外传来的声响 睁开了眼睛 救命 警规皱了皱眉 下了床榻 脉步走出了门 看到院门外神色惊慌的徐丽 心中顿时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挥手打开院门 还不等他问询 便见徐丽碰得跪了下去 哀求道 还请大人救赎下一命 警规脸色难看 贺道 别废话 到底出了什么事 徐丽不敢隐瞒 把他吃完饭出门 而后在上品林田中 看到吕清凉身影 寒颜花七去其三 连带着他动手拍碎器头颅 也没有隐瞒 全部讲了出来 而随着他讲述 警规脸色阴沉 心中怒火汹汹 灵力涌动 恨不得一掌拍死徐丽 寒颜花本就珍贵难寻不说 且对于蓝彩神的重要性 他可是一亲二主 这要是被误会 是他派人故意损毁 那事情就大发了 顾不得承接徐丽 一步迈步 直奔林田店儿去 与助手在林田店的弟子说了一声 焦躁地在店内来回渡部 不过片刻 一阵脚步声传来 梁执师自平风后走了出来 警规压下焦躁情绪 恭敬道 见过执师大人 梁执师眼福疑惑 落座后 沉生问道 出了什么事 回执师大人 寒颜花被人 故意损毁三株警规 把徐丽与他说的话 逐一讲了出来 待他说完 梁执师顿时感觉麻烦了 为了能种植寒颜花 蓝彩神可是付出不少灵物 但要 眼看着就要成熟 偏生出了事 他虽然不惧蓝彩神 但出了这事 不光装到兜里的东西 要全部退回去 恐怕还要加以赔偿 不为别的 谁让他负责灵田店 还抢夺了李长生 挟制二接灵田的权利 想到这 梁执师不由脸色一黑 站起身 沉生道 据万蛇岛屿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他可不信 一个被废的人 敢出手毁坏灵药 其背后必然有人驱使 是 执师大人 警规恭敬应下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大殿 便看到台阶下 有些慌张的徐丽 徐丽慌忙躬身行礼 属下见过执事大人 梁执师瞥了他一眼 戴上他 说吧 体表迅速覆盖土黄流光 冲天而起 警规也没给他好脸色 抓着他的衣领 化作顿光离去 万蛇湖岛屿 山顶 李长生淡然表情呼地转为阴沉 抬头看向天空 两道顿光 一前一后自天际而来 很快便落在了灵天边 灵光散去 露出了梁执师三人的身影 梁执师目光扫过灵天 皱了皱眉 旋即看向李长生 问道 李管事可有什么发现 李长生瞥了眼如鞍唇般 躲在警规身后的徐丽 挥手把存放毁坏 寒烟花枝叶的玉瓶 送到梁执师身前 陈生道 这是在尸首身上发现的 麻烦梁执师查看下是否认识 还可不得了 闻本人 这种感觉 闻本人 冻了 闻本人 我